九玉见地 作者 少宇 第5641章 那西城 楚风眠来到了城门前 也是降落了下去 城门前 排着两条长队 所有的舞者 都必须要降临到城门之外 不允许飞入城中 这也是那西城的规矩 楚风眠出来乍到 他也是降落下去 进入到了队伍之中 这队伍行进的速度却是很快 没有一会 对 楚风眠就已经是来到了城门前了 城门前 有着一排舞者 负责巡逻 以及看守城门 这些舞者的衣着 都是通体黑色 从他们的胸口之上 可是那刺绣 绣有这一个黑色的人影 这人影 以这黑衣为背景 看起来模糊不清 只能够是隐隐约约看到 这是一个人影 这是 暗影的标志 楚风眠也是一眼认了出来 这种人影的标志 就是来自于地下三大势力之中的暗影 不过这地下三大势力 号称是地下势力 但是现在 这些舞者 却是直接穿着标志的衣服跑了出来 更是在这洞天狱之中 建立起了这那西城 如此之大的一座城池 看起来 却是根本不像是什么地下势力 就根本是明晃晃地出现在了永恒大陆之上 这地下三大势力 向来是跟九大势加 四大宗门不对付 但是这不管是九大势加 还是四大宗门 竟然都没有对这地下三大势力动手 反而是在坐视 这地下三大势力不断地发展 楚风眠心中 也是不由地自言自语一句 这地下三大势力 就这样光明正大的出现 似乎是完全不惧九大势加 四大宗门 楚风眠也好奇 这地下三大势力之中 到底是存在着什么底蕴 才可以挑战 这永恒大陆 亘古不变的规则 看来这地下三大势力的背后 绝对不简单 不过楚风眠这一次 也只是准备稍稍探查一番 这地下三大势力的情报 却是不准备太过深入 这地下三大势力之中 毕竟这地下三大势力 必然有着很大的图谋 楚风眠贸然牵扯进去 也不是一件好事 地下三大势力 虽然看似是一个联盟 但是这三方 却实际上都是独立的存在 看来这那西城 倒是属于暗影的一座城池 大黑魔神 似乎是对于这地下三大势力 有着一些了解 所以 楚风眠也是从之前 跟大黑魔神的交谈之中 知晓了不少 关于这地下三大势力的事 从这看守城池的舞者 就大概可以看出 这城池的所属了 进城之人 需要缴纳十枚神缘 城门口 那几位看守的暗影舞者 目光看到楚风眠过来 尤其是看到楚风眠眼神之中的青铜一刻 眼神之中 都是露出了几分深深的忌惮之色 其中一人 也是一步上前 将楚风眠拦了下来 虽然楚风眠眼神之中的青铜 代表着楚风眠的青太剑道 绝对是已经达到了极高的造诣 绝对是一位剑修强者 不过这那西城 可是属于暗影的一座城池 背靠着地下三大势力 这些暗影舞者 倒是不至于对楚风眠惧怕 最多是忌惮一二 嗯 楚风眠点了点头 也是拿出了十枚神缘 直接递给了那位暗影舞者 不只是这那西城 在这永恒大陆之上的大部分城池 想要进入其中 都必须要缴纳一定的神缘 这是规矩 只是这进入那西城的价格 却算是贵的了 十枚神缘 足以开启一次传送法阵了 算是一笔不小的财富了 不过对楚风眠来说 这点财富 自然不算什么 那暗影舞者接过神缘 也是直接放行 随后又是对着楚风眠说了一句 进城之后 不允许弄出人命来 说完 这暗影舞者便是就离开 去找下一位准备进城的舞者了 至于像是许多城池 一旦进入 都必须要先验明身份 需要查阅身份牌 在这那西城之中 却是完全没有 似乎只要是交了钱 谁都可以进入这那西城 不过楚风眠回头一想 也不觉得奇怪了 来到这那西城的舞者 许多都是冲着地下黑市而来 而来地下黑市的舞者 许多都是跟九大世家 四大宗门有所冲突的舞者 正因如此 他们才需要借助地下黑市的力量 甚至是许多人的身份 都是这永恒大陆之上的通缉犯 在这永恒大陆之上 也是有着一个极为特殊的存在 那边是直天剑 是由四大宗门 九大世家 共同建立的 这直天剑 便是负责监察整个永恒大陆 同时会发布通缉令 去通缉一些跟四大宗门 九大世家有所恩怨的舞者 这直天剑的势力 遍布整个永恒大陆 也只有一些偏僻之地 三不管地带 才没有直天剑的存在 这洞天境 其实就算是这样一个三不管地带 所以这地下三大势力 才会在此建立起如此庞大的那西城 像是要进入一些 存在着直天剑的城池 就必须要出示身份牌了 不过来到了这那西城 却是没有这般规矩 而且 这那西城的规矩 只有一条 就是不许杀人 不允许弄出人命来 除此之外 却是没有任何的规矩 这种坐视风格 也的确是属于 这地下三大势力的坐视风格 这地下三大势力的行事风格 就是百无禁忌 这那西城 也是受到了这影响 只是维持了一个最为基本的和平 楚丰眠走进那西城 便是看到这那西城之中 热闹非凡 甚至是在许多摊位前 楚丰眠都看到了一些舞者 因为争抢 而互相叫骂 一言不合动手的 都是比比皆是 看起来 在这那西城之中 舞者之中交手 都是不受限制 不过大部分出手 也只是给对方一个教训 却是不敢弄出人命来 毕竟这那西城的规矩 虽然只有这一条 但是这却是铁律 一旦违背 就是跟地下三大势力为敌 必然是会遭到地下三大势力的追杀 这样的代价 却是无人敢去承受的 真是热闹 楚丰眠的脸上 也是露出几分笑容 进入这那西城 楚丰眠反而是感觉更加的舒服 自由 本章完 第5642章 黑市拍卖会 在这那西城之中的许多舞者 都是肆无忌惮地爆发着身上的气息 而越是气息强大的舞者 就越是无人敢去招惹 毕竟在这那西城之中 虽然不会有着性命之忧 可是被对方当街教训一顿 也会极为难堪 所以 遇到一些强大的舞者 其他人都是绕着走 楚丰眠也算是其中的一份子了 虽然楚丰眠看似其貌不扬 身上也没有散发出多么强大的气息 可是当每个人看到楚丰眠双眼之中 那一抹青涩之后 也都是纷纷将楚丰眠列为了危险人物之列 都是离得楚丰眠远远的 在这那西城之中 实力之间的差距 显得更加明显 而就在许多舞者 都是将楚丰眠避之不及的时候 在这城门周围的 一名年轻男子 却是小步跑了过来 看向楚丰眠恭敬地开口道 大人 可是第一次来到那西城 需不需要小的来为大人带路 这年轻男子也是一身黑衣 袖有黑影 是一位暗影的舞者 不过他的黑衣款式 却是跟守城的舞者不太一样 似乎是更差一些 代表着等级之分 这年轻男子的实力 只是达到了玄天境 在一些小纪元之中 也许这样的实力还凑合 可是在这永恒大陆之上 几乎人人实力 都是有着天人境 在浮空城之中 楚丰眠所看到的 那些宗门招收奴仆 都是要求天人境的实力 天人境 在这永恒大陆之上 甚至都只能够是为奴为仆 而玄天境 虽然烧好一些 可是也不过只能够混口饭吃罢了 你对这那西城很熟 楚丰眠看了一眼 这年轻男子 平静地开口道 小的自幼在这那西城中长大 一切都知 听到楚丰眠的话 年轻男子连忙开口道 哦?那走吧 先带我转转这那西城 楚丰眠也是点了点头 他的确是第一次来到这那西城 而且不管是陆修 还是孤卵彼岸 他们都没有来到过这那西城 对于其中的一切 楚丰眠都无比陌生 再加上这那西城如此庞大 正是需要一个向导 是 看到楚丰眠答应 这年轻男子也是满脸欣喜 带着楚丰眠向着那西城之中走去 你叫什么名字? 楚丰眠一边看着那西城内街道上的一间间店铺 一边也是随意地开口道 小的叫孙和 孙和连忙回答道 不知道大人这一次来那西城 是为了什么? 想要买一些宝物? 一些宝物要出手? 还是准备参加这一次的黑市拍卖会? 最近有黑市拍卖会吗? 楚丰眠也是不动声色地开口道 这黑市拍卖会 便是黑市之中不定期举办的拍卖会 一般而言 这只有黑市那边得到了一些价值极高的宝物 才会开启黑市拍卖会 听着孙和的意思 最近似乎有黑市拍卖会 这也是让楚丰眠来的兴趣 这地下三大势力举办的黑市拍卖会 每一次都会有不少的好东西现实 甚至可能会吸引许多主宰家族 许多大宗门 甚至是九大世家四大宗门的舞者前来 就在两个月之后 大人如果有兴趣 可以去参加 孙和回答道 两个月? 太久了 听到两个月后 楚丰眠就不由地摇了摇头 两个月的时间 对于其他舞者 也许是弹指一挥间的事 随便一次闭关 参悟一些舞道 就可以过去了 可是楚丰眠却是不同 他来到这永恒大陆 也是需要争分夺秒地完成楚丰眠的事 因为楚丰眠也不知道 他毁灭万界 纪元会 永恒大陆的报复 到底是什么时候回来 尤其是这一次的收割 也已经是临近了 这一切都是迫使楚丰眠 必须是要抓紧时间 来提升实力 黑市拍卖会上 虽然可能出现对楚丰眠有用的宝物 但是让他就这样 从那西城中等待两个月的时间 却是不值得 看到楚丰眠没有兴趣 孙和也没有继续这个话题说下去 反而话锋一转开口道 那大人是需要购买什么宝物? 那西城中 最为有名的 便是兵器 那西城打造的兵器 在整个洞天域 甚至整个永恒大陆之上 都是排的上号的 兵器? 听到这孙和的话 楚丰眠本来没什么兴趣 不过转念一想 楚丰眠现在的确是缺少一件衬手的兵器 陆雪魔剑 虽然威力强大 但是因为其中的力量太过特殊 一旦是楚丰眠动用陆雪魔剑 很容易被人识破身份 再来到这永恒大陆之后 楚丰眠还没有动过手 所以他都有些忘记了这件事了 楚丰眠现在伪装成一位剑修 自然要有一件衬手的兵器才对 这那西城中 出售兵器最好的店铺 是哪一个? 楚丰眠平静地开口道 出售兵器最好的 自然是暗影商会 而且不只是兵器 这暗影商会中 有提供住宿 修行之所 如果大人需要购买一些情报 需要调动暗影去做什么事情 都可以在暗影商会中交易 只要是付出足够的价钱 都可以 这孙和 也是连忙开口道 暗影商会 这名字一听 就是跟暗影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甚至可能是暗影自己开办的 这那西城 既然属于暗影 暗影商会 自然是其中最大的一座商会了 而且 不只是贩卖兵器 还贩卖情报等等 倒是正好符合楚丰眠此行的要求 那就去暗影商会 是 孙和听到楚丰眠的话 也是当即带路 暗影商会 就是位于这那西城的正中心 远远看去 这暗影商会 都是建立着高大的城墙 占地极大 俨然就是一座城中之城 单单是这暗影商会的大小 就足以比你纪元海之中的许多城市了 哦 这东西 就在楚丰眠跟着孙和 向着暗影商会走去的时候 突然楚丰眠却是停了下来 他的脚步 停在了一个摊位前 楚丰眠的目光 落在了摊位上的一枚血红色的果实之上 本章完 第5643章 血缘神果 这一枚果实 都是完全呈现出一种妖异的血红色 似乎就像是鲜血 随时可能滴下一样 如同一团鲜血的凝聚 虽然楚丰眠 也是第一次 见到这种血红色的果实 可是源自于楚丰眠身躯之中 本能的渴望 还是让楚丰眠在这摊位之前 停了下来 再发现这一枚血红色果实的一刻 在楚丰眠身上的血脉之力中 都是不由自主地流露出了一种渴望的感觉 要知道楚丰眠身上的血脉之力 可是先天神兽的血脉之力 放在纪元海之中 是仅次于主宰血脉的强大血脉了 已经是很少有宝物 可以让楚丰眠身上的血脉之力 更进一步 对于楚丰眠身上的血脉之力有用了 可是这一枚血红色的果实 就在楚丰眠看到的一刻 它身上的血脉 竟然就产生了如此巨大的渴望感觉 这种本能是做不得假的 这一枚血红色的果实 必然是对于楚丰眠身上的血脉之力 有着极大帮助的宝物 这东西 不只是楚丰眠 在这摊位周围 还聚集着不少的舞者 他们的视线 几乎都跟楚丰眠一样 看向这一枚血红色果实 血缘神果 竟然是血缘神果 而且看起来 还是品质极高的血缘神果 好久没有出现 品质如此之高的血缘神果了 上一次 还是在黑市拍卖会上 出现过 可是拍出了不低的价格呀 这血缘神果 可是一切血脉舞者的质保 只要是 将其吞噬炼化 就可以大幅度地提升自身的血脉之力 让血脉之力 可以更进一步 可惜 我没有血脉之力 不然可以将这血缘神果买下吞噬 我很快就可以突破这一重境界了 想什么呢 就算是你拥有血脉之力 也未必买得起这血缘神果 这血缘神果 可是价值不菲 不是一般人可以买得起的 不少的议论声 也是传到了楚丰眠的耳朵中 令楚丰眠明白了 这血红色果实的来历 血缘神果 这个名字 楚丰眠倒是从孤卵彼岸的记忆之中看到过 这血缘神果 是诞生在永恒大陆之上一处决地 鲜血湖之中的特殊神果 其中蕴含着极为纯粹的力量 这种力量 对于一般的武者吞噬 也只是能够提升一部分的力量 倒是不算稀奇 但是这血缘神果之中的力量 放在一位拥有血脉之力的武者身上 可就完全不同了 这血缘神果之中的力量 足以提升血脉之力 而对于拥有血脉之力的武者而言 血脉之力 就是他们得力量之源 甚至是 对于一些主修血脉之力的武者而言 血脉之力就是一切 就是他们的实力 一旦是这血脉之力可以提升 带给这些血脉之力武者的 将不单单是力量上的提升 而是全方面的 甚至是可以借此机会 去冲击更高的境界 这可是所有拥有血脉之力的武者 都无比渴望的事情 因此 这血缘神果 也被称之为 血脉之力武者的质保 一旦是出事 足以引起不少的血脉之力武者的争夺 这还是永恒大陆之上 拥有血脉之力的武者 其实并不算多的缘故 如果是一些其他质保 只怕是足以引起许多大势力的争夺 围绕在这摊位周围的武者 一些只是看到这血缘神果 无比好奇 前来看热闹的武者 但是也有一些 是身具血脉之力 被这血缘神果的力量 吸引过来的武者 楚丰眠的目光看了过去 就发现了 在这些围观的武者之中 其中有着两位武者的身上 都是蕴含着一股不弱的力量 这种力量 隐藏在他们的身躯之中 正是血脉之力 不过究竟是什么血脉之力 楚丰眠倒是认不出来 但是放在十方天界纪元之中 也是无比强大的血脉之力了 他们二人的目光 都是死死地 看向这血缘神果 眼神之中不由地流露出渴望之色 大人是看上这血缘神果了 看到楚丰眠停了下来 那孙和也是顺着楚丰眠的目光看了过去 看到了血缘神果 旋即开口道 不错 没有想到 在这那西城中 竟然还有这血缘神果出售 楚丰眠也是随意地开口道 按照孤丰比安的记忆 这血缘神果 虽然不算是最顶尖的宝物 但是也是难得一遇的宝物了 平时都是在一些大势力之间交易 很少会拿出来贩卖 现在出现在了这那西城之中 也算是有些意外了 事不多见 就算是我 算上这一次也就见过两次 上一次还是在黑市拍卖会上出现 孙和听到楚丰眠的话 也是回答道 这血缘神果 一般什么价格 楚丰眠听到孙和的话 突然开口问道 既然是这孙和也见到过血缘神果 那么也应该知道 这血缘神果的价格 楚丰眠毕竟是刚刚来到这永恒大陆 对于永恒大陆的许多宝物 都只有一个粗略的认知 这血缘神果 现在既然是引起了楚丰眠身上血脉之力的关注 那么这血缘神果 必然是一件对于楚丰眠的血脉之力 有所提升的宝物 对于可以提升自身实力的宝物 楚丰眠既然是遇到了 就肯定不会放过 不好说 这样的宝物 不是可以用神源来计算的 一般都是以物换物 听到楚丰眠的询问 孙和在一旁也是回答道 大人请看 楚丰眠的目光 再度看向摊位之上 这摊位的主人 却是一位黑袍人 浑身上下都是被黑袍包裹 令人看不出此人的真实样貌 就连这黑袍之下 也都是被以特殊手段隐藏了起来 显然这摊位的主人 并不想要让人知道 他的真正身份 这副打扮 在这那西城之中 却并不惹眼 因为那西城之中 本身就是鱼龙混杂 其中的许多人 本身都是直天剑那边的通缉犯 身份敏感 又或者是为了躲避仇家 躲避危险 隐藏身份 本章完 第5644章 黑袍年轻人 因此 像是这副打扮的舞者 比比皆是 众人也不觉得奇怪 只是从这黑袍人 裸露的手臂来看 此人绝对是一位老者 他的手臂看起来都无比干枯 如同枯尸一般 看起来有些圣人 这黑袍人 虽然是竭尽全力隐藏身份 可是这种隐藏伪装的手段 却是瞒不过楚风眠的眼睛 以楚风眠的灵石看了过去 就看出了这黑袍人之下的真正容貌 这黑袍人 竟然不是一位老者 而是从脸上看去 似乎只有二十岁出头年纪的年轻人 但是此人的脸庞 却是如同他手臂一般的干枯 看起来都没有多少的血肉 似乎是被硬生生地 将血肉抽干一般的人 不只是他的脸庞 他的身躯 都是如此 都是一样的干枯 无力 坐在摊位前 这黑袍年轻人 在楚风眠的眼中 都是摇摇欲坠 身上的生机 都是无比微弱 似乎是随时都可能陨落 一位年轻人 身上的气息 却是如同垂暮之年的老者一样 这副样子 楚风眠看得出来 就是催动一些秘法 导致生命力严重消耗 才会变成这副样子 像是许多秘法 虽然是短时间内 可以换取无比庞大的力量 但是这种力量 却是完全消耗自身生命力 消耗自身寿源 才换取来的 就像是楚风眠曾经得到过的 那湮灭秘法一般 每一次催动 都可以爆发出自身数倍的力量 力量强大到了极点 但是这湮灭秘法的每一次催动 也都将消耗自身大量的生命力 寿源 楚风眠之前可以施展湮灭秘法 也是因为楚风眠掌控这件木神术 它自身的生命力 寿源 是远远超越其他武者的 才可以肆意施展 只是后来楚风眠的力量 已经超出了这湮灭秘法的极限 这湮灭秘法 自然也对楚风眠 没有任何的用处了 眼前这黑袍年轻人 身上的生命力如此薄弱 甚至不如一些寿源将近的老者 必然是施展了大量的秘法 才最终落的这样一个结果 对于这黑袍年轻人自身 楚风眠却是没有多大的兴趣 虽然它这样消耗生命力 去施展秘法 背后必然有着原因 可是楚风眠却并不在乎 它感兴趣的 只有那血缘神果 而且以这黑袍年轻人的处境来看 它竟然直接拿出了这血缘神果 放在摊位之上贩卖 而是没有等待两个月后的 黑市拍卖会的原因 楚风眠也已经明白了 那就是这黑袍年轻人 甚至都未必可以活过这两个月 两个月后 就是黑市拍卖会开启的日子 这那西城的黑市拍卖会 每一次开启 都会吸引许多的舞者到来 以这血缘神果的价值 必然是可以放在黑市拍卖会上 到时候可以拍卖出不低的价格 显然是要比起它在这里摆摊 拍卖出的价格要高得多 只不过话虽如此 可是以这黑袍年轻人现在身上的气息来看 它却是已经很难支撑到两个月后了 也应该正是这个寿源将近的原因 这黑袍年轻人才不得不将血缘神果这样的宝物 直接拿了出来来换取宝物 以这黑袍年轻人现在的身体来看 它虽然都可能生机断绝 当场陨落 不过这黑袍年轻人只要是有着一口气在 它也就有着很强的威慑力 因为在此人的身上 楚风年也是感受到了一股强大的气息 这种力量 几乎是一位道尊巅峰层次的舞者了 这位黑袍年轻人的真实年纪 甚至不到百岁 但是他的一身实力 已经是达到了道尊巅峰的境界了 这么小的年纪 就可以拥有如此实力 肯定也是跟着黑袍年轻人 动用秘书的原因 不无关系 也是造成他现在身躯这幅模样的原因 因此在场的许多人虽然都对于这血缘神果 无比渴望 但是却没有任何一人想要试图逼迫抢夺 毕竟在这那西城中虽然不能杀人 但是谁如果招惹这样一位强者 也免不了受到一顿皮肉之苦 楚风眠的目光看了一眼这黑袍年轻人 在弄清楚这黑袍年轻人的状态之后 楚风眠心中便是就有了一个打算 这血缘神果 怎么卖 要多少神源 就在楚风眠打亮着黑袍年轻人的一刻 站在旁边围观的一位舞者 却是忍不住开口道 此人身上的衣着华丽 看起来也是非富极贵的出身 从此人的身上 楚风眠都感觉到了一丝血脉之力 这血脉之力虽然微弱 但是血脉之力自身 却是无比强大 似乎是传承自极为强大的血脉 以楚风眠的目光 却是一眼认得出来 此人身上的血脉之力 乃是来自于一位主宰 是一位主宰家族的舞者 只是因为他身上的主宰血脉 现在已经是太过稀薄 才会令这力量看起来没有那么强 主宰血脉虽然强大 但是随着一代代的传承 这血脉之力 也会不断变弱 毕竟主宰之力在强大 但是血脉之力一旦太过稀薄 力量也将变弱不少 这也是许多主宰家族 虽然是曾经昌盛一时 但是最终却都难逃一个没落的原因 一旦是主宰血脉的力量变弱 主宰家族的舞者 最终也将变得跟普通人一样 泯然众人 而这血源神果的力量 正是可以激发身上的血脉之力 不只是可以提升自身血脉之力的能力 更是可以将自身血脉之力的力量 激发出来 所以对于眼前 这位舞者而言 血源神果也是一件无比重要的宝物 他这一次开口 也是打定主意 准备要砸锅卖铁 散尽家财 也要买下这血源神果 只要是得到这血源神果 他就可以激发自身血脉之力 来令自己的实力提升 甚至是足以令自己的资质都变好 足以彻底的脱胎换骨 我不需要神源 这血源神果 只换严寿至宝 那黑袍年轻人 听到这位主宰家族的舞者开口询问 也是平静地回答道 至少是上三品的严寿至宝 他也是补充说道 本章完 第5645章 火加 这黑袍年轻人开口 他的声音也是无比干枯 似乎是嗓子都已经坏掉了一样 说不出什么话来了 声音也只是勉强令人听出他话中的意思 这黑袍年轻人虽然是一位年轻人 但是他身上的生机 却是要比起一位垂目的老者 还要弱 因此 就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多少了 而听到这句话 在场的舞者 都是眉头一皱 上三品的严寿至宝 这可不是一般的严寿至宝 在这永恒大陆 严寿至宝 也被分为上三品 中三品 下三品 九个档次 所谓上三品的严寿至宝 可都是至少对于道尊武者 都足以有着很好严寿能力的至宝 这样的至宝 放在整个永恒大陆之上 都是无比罕见的宝物 毕竟卡在这道尊巅峰境界 追求更高层次境界的武者 也不知道有着多少 他们许多人拼死闭关 都是为了冲击更高的境界 许多人也都会多多搜寻严寿至宝 尤其是上三品的严寿至宝 来为自己严寿 以可以有更多的寿源 去冲击更高的境界 这样的宝物 甚至要比起这血缘神果 还要抢手 虽然论起价值 这血缘神果的价值 的确不在上三品的严寿至宝之下 但是论起抢手程度 还是这上三品的严寿至宝 更加抢手 不管是那一个拍卖会上 一旦是出现上三品的严寿至宝 都会引起不少强者的争夺 这都是不可避免的 所以 听到这黑袍年轻人的话 许多对于这血缘神果 心中都是蠢蠢欲动的武者 现在确实都不敢再上前 因为他们 也拿不出这上三品的严寿至宝 那主宰家族的武者 也是眉头紧锁 上三品的严寿至宝 他现在也一时拿不出 而且 就算是他的家族之中有 他也不可能拿出来 因为他的家族之中 可是也有着一位老祖 需要严寿至宝 来为自身严寿了 绝不可能拿出来 为了换取这一枚血缘神果 我这里 有着一枚龙灵精 价值不在上三品的严寿至宝之下 换取这血缘神果如何 那主宰家族武者 思索了一下 也是开口了 从他的手心之中 却是浮现出了一枚通体蓝色的晶体 这一枚晶体之中 隐隐约约可以看到一个龙影 在其中盘踞着 这龙影栩栩如生 如同活的一样 龙灵精 这可是炼制主宰之兵的至宝 其中蕴含灵性 可以更加容易地培养出气灵来 不止如此 如果以这龙灵精来作为根本 不知大阵的话 更是可能诞生出阵灵来 令大阵的威力提升数城不止 可以千万年的守护驻地 这一枚龙灵精 就是一方护山大阵的根本 这 不愧是火家的少主 一出手 都是如此之大的手笔 许多武者看到那主宰家族武者 拿出来的龙灵精 眼神之中 也都是露出几分贪婪之色 这龙灵精 可也是难得一见的至宝 不过虽然在场众人眼神贪婪 但是想要去抢夺的 却是无人 原因无他 一方面是因为这那西城的规矩 另一方面 也是因为 眼前这主宰家族武者的身份 可也不是一般人 他身上蕴含的主宰血脉 已经是证明了他的出身 乃是一位主宰家族的武者 而也已经是有着武者 认出了这主宰家族武者的真正身份 那就是火家的少主 火家就是洞天狱之中的主宰家族 是洞天狱之中 真正的庞然大物之一 这火家 虽然也已经是逐渐没落了 但是 本身还蕴含着极为强横的力量 尤其是火家之中 还有这老一代的许多老祖 还依然没有陨落 依然活着 这些老祖 便是火家的定海神针 只要是他们在 就无人敢去招惹火家 更何况 这主宰家族武者 更是火家的少主 在这洞天狱之中 谁去跟火家作对 不是自寻死路 看着那火家 少主拿出的龙龄精 那黑袍年轻人 却是没有说话 甚至于他的目光 都没有去看那龙龄精 似乎是完全没有将其放在眼中 显然是不同意这样的交换 看到这黑袍年轻人如此表示 那火家 少主也是 忍不住地再度开口道 除了这龙龄精 还有我火家的一个人情如此 若是阁下同意 火家愿意 可以为阁下做一件事 火家少主也是 连忙加价道 这血缘神果 对于他无比重要 因为再过没多久 可就是到了 这永恒大陆之上 主宰家族之间 举行大会的日子 这大会 所有永恒大陆的主宰家族 都有资格参加 这大会的目的 虽然名义上 是为了各方交流 但是本质上 却是一种排名大会 将主宰家族的排名 确定下来 同时按照排名 来分配资源 毕竟属于主宰家族的资源 也是有限的 而这些有限的资源之中 便是以实力为尊 那一个主宰家族的实力强 也将可以得到更多的资源 而这排名的原则 就是凭借实力 更应该说 是通过一场比试 这主宰家族之间举办的世家大会 本身就是一场比试 以战斗 来分出强弱 奠定一个主宰家族的实力强弱 这排名 也是分为两部分 一部分是比拼家族之中的顶级强者 一方面则是比拼年轻一代的武者 综合之下 来确定这一个主宰家族的排名 火家虽然没落 但是家族之中 可是还存在着数位老祖 以这些老祖的实力 去为火家争取一个不错的位置 倒并非是一件难事 现在火家最大的问题 还是后继无人 他这位火家少主的实力 放在主宰家族的武者之中 实在是不太起眼 而如果他的实力 可以在这一次世家大会之前 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的话 那么这一次火家也就有希望 在这世家大会之中 取得更高的排名 只要是可以拥有更多的资源 这火家不断衰败的颓势 也就有希望逆转 本章完 第5646章 条件 这一次火家少主来到纳西城 本来就是准备等待参加 两个月后的黑市拍卖会 寻找一些对他有用 可以提升实力的宝物 为了这一次的世家大会 火家也是将龙龄金这样的质宝 都拿了出来 这一枚龙龄金 可以作为护山大镇的基础 可是开宗立派 建立家族的必备之物 价值连城 火家少主本来就是打算 用这龙龄金在黑市拍卖会上 换取一些适合他的宝物 现在看到这血缘神果的一刻 火家少主便是没有丝毫犹豫 准备是来换取这血缘神果 以龙龄金来换取血缘神果 论价值也算是在博仲之间 而且比起血缘神果 龙龄金反而是还更加难以获取一些 所以这交易也算是公平 只是看到这黑袍年轻人 丝毫不为所动 这火家少主也是忍不住 又加了一些筹码 火家的一个人情 这毕竟可是一个主宰家族 这一个人情的价值 可也不低 如果不是这火家少主 现在正需要这血缘神果 时间紧迫 他也不会选择付出如此之大的代价 来换取这血缘神果 只是 听到了这火家少主的话 那黑袍年轻人 依然只是摆了摆手 没有开口 意思却是拒绝了 就连龙龄金都不够 还有火家的一个人情 此人这是准备代价而沽吧 看到这一幕 周围的许多舞者 都是忍不住地开口道 这样的价格 已经很高了 但是这黑袍年轻人 却依然不准备接受 这也是令那火家少主的脸色 无比难看 若非他也是感觉到了 这黑袍年轻人 腐朽身躯之中 还蕴含的强大力量 他都有些准备翻脸了 阁下要不再考虑一番 那火家少主 还是有些不死心 不由地再度追问道 这血缘神果的价值 虽然不是最为顶级的宝物 但是却是诞生自鲜血湖 这可是主宰之下的武者进入 都有着极大危险的决定 因此流传出的血缘神果 无比稀少 在主宰家族之中 更是如此 主宰家族之中的武者 不少都需要这血缘神果 来激发自身的主宰血脉之力 所以现在火家少主 好不容易碰到了这血缘神果 他也是不想放过 不过这一次 那黑袍年轻人 却是根本听到这话 毫无反应 看到这一幕的火家少主 也只能够是退到一旁 这黑袍年轻人 不愿意交易的原因 楚风眠也看得出来 那就是因为 这黑袍年轻人 自身的寿源 实在是太少了 他身上仅剩的生机 已经是维持不了多久了 如果不得到严寿至宝 他极有可能不到 一个月的时间 就陨落了 而虽然这龙龄精的价值不菲 可是要将其换到严寿至宝 也是需要一定的时间 至于火家的人情 到时候这黑袍年轻人 都受缘耗尽身死了 所谓的人情 又有什么意义 这也是那黑袍年轻人 不为所动的原因 楚风眠将这一切看得清清楚楚 这黑袍年轻人 现在也已经是被逼入到了绝境之中了 根本是等不到这一天了 所以对于他而言 除了严寿至宝之外 其他的东西 没有任何的意义 尤其是现在 这黑袍年轻人 更是将那血缘神果都拿了出来 这血缘神果 对于这黑袍年轻人 也是无比重要 因为 虽然这黑袍年轻人隐藏极深 看起来就是一位寻常舞者 没有任何的血脉之力 可是一楚风眠的灵石 却是足以将这黑袍年轻人的一切看穿 楚风眠看得出来 这黑袍年轻人的身躯之中 也是隐藏着一股血脉之力 而且是一股极为强大的血脉之力 不是主宰之力 但是却丝毫不亚于主宰之力的强大血脉之力 只不过是这血脉之力 被这黑袍年轻人 刻意隐藏了起来 所以才不会被人发现 对于一位拥有血脉之力的舞者而言 得到了像是血缘神果 这样的宝物 是绝对不会将其拿出去交易的 如果不是这黑袍年轻人 现在被逼入到了绝境之中 他也绝对不会将这血缘神果拿出来 那火家少主退出之后 围观的舞者也是便少了许多 原因无他 这血缘神果 虽然是难得一见的宝物 可是这黑袍年轻人要求交换的 上三品的严寿至宝 也不是这些舞者可以拿得出的 这样的宝物 就算是出身自主宰家族之中的火家少主 都无法将其拿出来 更何况是其他人 再加上这黑袍年轻人自身的强大实力 想要威逼利诱 也无法做到 索性便是都纷纷离去了 楚风眠也是站在一旁 他倒是没有离去 而是准备 等到人少的时候 楚风眠再出手 买下那血缘神果 严寿至宝 楚风眠手中并不缺少 在严寿至宝之中 剑木神术之中诞生出的生命果实 则是品质最好的严寿至宝之一 绝对足以算得上 是上三品的严寿至宝 而这样的生命果实 楚风眠更是有着大量 所以 楚风眠最不缺少的 就是严寿至宝 他自然可以答应这黑袍年轻人的条件 买下这血缘神果 不过生命果实这样的严寿至宝 一旦拿出去 却是足以引起一些不小的轰动 尤其是在这永恒大陆之上 因为长久的和平 导致寿源将近的强者 却是要比起寄元海之中 还要多得多 因此 这也导致了 在这永恒大陆之中 严寿至宝的珍贵 尤其是上三品的严寿至宝 一旦现实 更是足以引起许多强者 势力的注意 而楚风眠手中的生命果实 更是一种永恒大陆之上 都从未诞生过的严寿至宝 一旦是楚风眠将其拿出去的话 很容易被其他人注意到 从而盯上楚风眠 这也是 一个不小的麻烦 如果不是因为这血缘神果 对于楚风眠的血脉之力 也有着很大的帮助 他也不会选择拿出生命果实来 楚风眠现在刚刚来到永恒大陆 准备是先要低调行事 不准备出这样的风头 本章完 第5647章 冰宗 间断一脉 所以 楚风眠也是准备等到围观的武者少一些的时候 再出面买下这血缘神果 到时候引起的风波也会小一点 反正楚风眠就站在这里 也不担心这血缘神果离去 就当楚风眠看着围观的武者越来越少 准备是出手买下的时候 突然一群人 浩浩荡荡地从街道一旁走了过来 这一群人 一共十几位武者 每一位身上的气息都无比强大 至少都是先帝境界的实力 而且 他们之中的每一位都是无比年轻 真实的年纪都不过百岁 这样的实力 如此年纪 已经算是一些天才武者了 这一群武者 至少都是一个宗门之中的精锐 在这那西城之中的许多武者 在看到了这些武者身上的衣着之时 都是脸色微微变化 然后退到了一旁 不敢挡路 因为这些武者的衣服之上 却都有这一个兵字 这也是代表着他们的身份 兵宗武者 看到这兵字的一刻 楚风眠的脸上 也是露出一个古怪笑容 楚风眠倒是没有想到 刚刚来到这永恒大陆 竟然又是遇到了兵宗的武者 不过在周末纪元的时候 楚风眠遇到的那些兵宗武者 是属于枪断一脉的武者 兵宗之中 诞生出过数位主宰强者 因此兵宗之中 也是分为数个武道传承 枪断一脉 只是其中一人 而这些兵宗武者 大部分的衣服上 除了代表着兵宗的兵字之外 却是没有其他的刺绣 这也就代表着 他们还不是兵宗的核心弟子 唯有在这十几名武者中心 一位被众星捧月一般包围起来的兵宗武者 他的衣服胸口上 却是刺绣有着一个剑柄 这也是代表着此人的身份 这便是兵宗 剑断一脉的武者 也是兵宗的一位核心弟子 在兵宗之中 也唯有真正的核心弟子 才有资格接触到兵宗的至高武道 加入到传承一脉之中 有希望可以得到传承 这样的核心弟子 每一位的实力 都极为强大 至少都是到尊之上的实力 在这群兵宗武者之中 便是只有这样一位核心弟子 至于剩下的那些兵宗武者 看起来也都是一些随从 跟随在一旁 这样一群兵宗武者 浩浩荡荡地进入到了那西城之中去 也是令周围不少武者 都是纷纷退去 兵宗武者 在永恒大陆之上的嚣张跋扈 也是出了名的 除非是四大宗门 九大世家的武者 才可以让兵宗武者 退避三社 而到了那西城 洞天狱这样的小地方 这些兵宗武者 则是更加的肆无忌惮了 这那西城里 不是号称有着黑市吗 怎么都是一些寻常宝物 就这些东西 值得我们跑这一趟 既然是来了洞天狱完成任务 还是来这那西城逛逛吧 不过这些东西 的确有些失望 据说这那西城 也就是那黑市拍卖会上 会有一些看上眼的宝物 至于其他的 不值一提 几名兵宗武者 一边看着两旁摊位上摆放的宝物 一边眼神之中 也是露出几分不屑之色 至于那为首的剑断一脉 更只是随意看了看 便是懒得理会了 这一群人 就这样 在这那西城之中闲逛着 很快也是 来到了楚丰眠所在的这一条街道 周围的武者 也都是纷纷退避开 不敢冲撞 楚丰眠倒是也退到了一旁 这些兵宗武者 他虽然也不将其放在眼中 但是他也不想多声事端 而就在这一群兵宗武者 一边交谈在这街道之上闲逛的时候 突然 站在中心的那位剑断一脉的兵宗武者 突然停了下来 他停下脚步 其他的兵宗武者 也都是纷纷停下脚步 这些兵宗武者停下脚步的地方 正是那黑袍年轻人的摊位前 其他的兵宗武者 也都是顺着目光的方向看了过去 也是同样看到了 那摊位上摆放的如同鲜血一般颜色的血缘神果 血缘神果呀 没想到这那西城中 倒是还有些好东西 几名兵宗武者 也都是纷纷开口道 别说是在这栋天狱之中 就算是在永恒大陆之上的一些繁华地狱 这血缘神果 也算是一件不错的宝物了 如果不是那黑袍年轻人是出紧急 也不会这样摆放在摊位上售卖 过几天 就是首席师兄的生日了 我正愁没有合适的贺脸 这血缘神果 倒是正好适合 他拥有主宰血脉 这血缘神果 首席师兄应该喜欢 那为首的兵宗武者的目光 看向血缘神果 却是自言自语一声 所谓首席弟子 就是剑断一脉的少主 楚丰眠曾经斩杀过的 那位枪痕少主 在兵宗之中 便是枪断一脉的首席 而那位剑断一脉的首席 枪痕少主 可是整个兵宗所有武道传承的首席弟子之中 实力极为强大的一位了 未来更是极为有着可能 竞争兵宗宗主之位 因此 在兵宗之中 想要讨好那位枪痕少主的舞者 比比皆是 眼前这位剑断一脉的舞者 也是同样有着这样的心思 只是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礼物 现在看到了这血缘神果 却是令他一下子脸上露出几分欣喜之色 若是傅施兄需要 尽管买下旧事 现在剑痕少主 正是需要宝物提升实力 傅施兄送上如此大礼 必然可以得到剑痕少主的青睐 其他的兵宗舞者 也都是纷纷附和道 这血缘神果 拿什么交换 只见那副师兄 走了出来 看向那黑袍年轻人 平静地开口道 血缘神果这样的宝物 自然不是以神缘可以来计算的了 必然是一物换物 这也是一个规矩了 道尊境界之上的宝物 是无法以神缘来计算的 这位兵宗的阁下 这圆血神果 是我先看上的 还请阁下给我火加一个面子 看到这些兵宗舞者走过去 询问血缘神果 那一旁的火加少主的脸上 却是露出了几分焦急之色 本章完 第5648章 黑灵根 这血缘神果 对于他无比重要 虽然这火加少主 没有能够将其买下 但是这火加少主 却一直也并未死心 他正在通过渠道 来将手中的龙灵精 换为严寿至宝 准备买下这血缘神果 所以这火加少主 才迟迟没有离去 但是没有想到 这些兵宗舞者的出现 却是打破了他的计划 火加 什么东西 一个破落的主宰家族罢了 也敢跟我兵宗竞争 这东西 傅师兄竟然是看上了 就是我们兵宗的 哪里来的 滚哪里去 这火加少主 刚刚一开口 其他的兵宗舞者 却都是纷纷利声喝道 语气之中更是辱骂 不屑至极 听到这些话 那火加少主的脸色 也是变得无比难看 他也早就听闻过 兵宗舞者在外的嚣张跋扈 但是他毕竟是出身自主宰家族的少主 本以为他开口 这些兵宗舞者 至少给他几分面子 可是现在这些兵宗舞者 却是根本不给他任何情面 这火加少主脸色青一阵白一阵 但是却并未发作 而是退到了一旁 论起在这永恒大陆之上的地位 兵宗可是超越所有的主宰家族的 巅峰时期的兵宗 可是仅次于四大宗门的存在 地位超越主宰家族 就算是现在兵宗已经是逐渐没落 不比得曾经的巅峰了 但是在主宰家族之中 也唯有最强的几个 才可以跟兵宗平起平坐 至于火加这种 本身已经开始衰败的主宰家族 更是完全不能跟兵宗相比 尤其是这些兵宗舞者之中 更是有着一位核心弟子 若只是一些普通弟子 这火加少主自然不会隐忍 但是核心弟子却是不同 所谓核心弟子 都是有可能得到兵宗真正传承的弟子 未来有希望成为兵宗的宗主 就算是眼前这位副师兄 不算是间断一脉的首席 但是未来也是有希望 可以成为兵宗长老的 这样的人物 他可不想因为这血缘神果 而彻底得罪 最终只能够是退到一旁 看到那火加少主退到一旁 这些兵宗舞者的眼神之中 更是露出了几分不屑之色 而那黑袍年轻人 对于这纷争 却是丝毫没有在意 只是缓缓起抬头 看向那副师兄开口道 上三品的严寿质宝 就可以换着血缘神果 上三品的严寿质宝 听到这个价格 那副师兄也是眉头一皱 他的手中 的确有着一些严寿质宝 但是上三品的 这黑灵根 如何 副师兄心神一动 从他的手心之中 也是浮现出了一个黑色枯树根 看似像是枯树 其中却是蕴含着一股 强横的生命力 正是一件严寿质宝 只不过从上面蕴含的 生命力来看 这黑灵根 却还没有达到 上三品的层次 最多算是中三品 严寿质宝中的极品 刚刚看到那副师兄 拿出黑灵根的时候 那黑袍年轻人的眼神 都是不由一亮 从这黑灵根之上 散发出来的气息来看 这的确是一件 品质不错的严寿质宝 只是当这黑袍年轻人 看清黑灵根之中 蕴含的力量之时 这黑袍年轻人 眼神之中 刚刚闪起的亮光 也是很快暗淡了下去 这黑灵根 的确算是一件严寿质宝了 而且在中三品的 严寿质宝中 的确算是一件极品了 可是终究却还没有达到 上三品的层次 这跟黑袍年轻人 心中的估算 还是有着不小的差距 中三品 上三品之间的差距 可是天壤之别 尤其是以这黑袍年轻人 现在的实力 一般的严寿质宝 都对于它没有任何的效果 就算是这黑灵根 在中三品的严寿质宝中 已经算是极品 可是 如果让这黑袍年轻人 吞噬的话 其中的效力 也会大大减弱 这不符合它的预期 这黑袍年轻人的 眼神之中 都是流露出了几分纠结之色 那血缘神果 也是这黑袍年轻人 好不容易才得到的宝物 他可不想要 将其这样交换出去 如果可以得到 上三品的严寿质宝 这黑袍年轻人 也就有着把握 可以趁着这些寿元 来得到更多的宝物 来换取更多的严寿质宝 可是 如果换取这黑灵根的话 对于这黑袍年轻人的时间 可就要少上许多了 只是另一方面 这黑灵根 已经算是黑袍年轻人 在这那西城之中 所见到过的品质 最高的严寿质宝了 上三品严寿质宝的珍贵 这黑袍年轻人也明白 如果现在不换取 这黑灵根的话 他也未必还有机会 可以再得到 更好的严寿质宝 这也是令黑袍年轻人 陷入到了沉默之中 还在思考着 血缘神果虽好 但是终究对你现在无用 而这黑灵根 可是解你的燃眉之急 那傅师兄也是 看出了黑袍年轻人的想法 嘴角露出了一抹笑容开口道 他正式看出了 这黑袍年轻人现在的处境 已经无比艰难了 十分渴望得到严寿质宝 来延长寿元 所以现在这黑灵根 虽然达不到 这血缘神果的价值 可是对于这黑袍年轻人而言 他也已经没有 多少选择的余地了 这副师兄话中的意思 也很简单 现在得到黑灵根 这黑袍年轻人 还有着活下去的希望 如果现在不交易的话 黑袍年轻人都撑不了多久了 这话一出 那黑袍年轻人的脸色 也是变得更加难看了一些 这也是现在黑袍年轻人心中最为担心的 而且更令这黑袍年轻人担心的是 眼前的这副师兄 显然是已经盯上了 那血缘神果 将其视为囊中之物了 这样的情况下 就算是还有其他的舞者 想要得到这血缘神果 见到这副师兄 也未必还赶上前了 在这那西城的街道路过的舞者之中 的确还有着数位舞者 目光看向那血缘神果 似乎是对于血缘神果 也是有着不小的兴趣 只不过 当这些舞者看到了那站在摊位前的冰宗舞者的时候 却都是纷纷挪开了视线 无人敢来到他的摊位前 本章完 第5649章 嚣张的冰宗舞者 在这些冰宗舞者 已经是盯上了这血缘神果的情况下 现在谁还敢来到这摊位前 买下这血缘神果 无异于就是直面冰宗为敌 而这些冰宗舞者 向来都是嚣张跋扈之辈 一旦是得罪了冰宗舞者 等待着他们的 将是无穷无尽的麻烦 这一点 在永恒大陆之上都是一个共识 很少有人敢去招惹冰宗舞者 更何况 这里还有着一位冰宗的核心弟子 那傅师兄 为了一枚血缘神果 去招惹一位冰宗的核心弟子 这笔交易并不划算 所以现在 对于这黑袍年轻人而言 几乎是没有其他选择的可能了 这傅师兄拿出黑铃根 算是一个阳谋 可是对于黑袍年轻人 他却是别无选择 我 这黑袍年轻人的眼神之中 也是露出阴冷之色 这傅师兄 就是在逼他 以身份来威逼 令他不得不卖出这血缘神果 这一点在场的舞者 都是看得一清二楚 只是现在 这黑袍年轻人 却是没有反抗的能力 而且 就算是他想要反抗 也没有其他舞者 会愿意得罪冰宗一位 核心弟子的情况下 来争夺这血缘神果 而就在这黑袍年轻人 准备答应下来的时候 突然一道声音传来 上三品的严寿至宝 这东西如何 突然一道身影 也是来到了这摊位前 目光看向了 那黑袍年轻人 什么人 滚一边去 这血缘神果 是属于我们冰宗的 那个不长眼的 也敢来跟我们冰宗争夺 不想死的 快点滚 而看到这突然来的人影 许多冰宗舞者 都是怒声骂道 目光之中的杀意 都是毫不掩饰地 看着这到来的 一位年轻男子 这年轻男子 却是脸色不变 似乎是完全没有听到 这些冰宗舞者的话 而是目光 一直看向那黑袍年轻人 这年轻男子 正是一直站在一旁的楚风眠 楚风眠本来是等到 周围围观的舞者 都散去之后 再出面买下 这血缘神果的 不想要引起太大的注意 但是没有想到 这些冰宗舞者 跑过来横插一手 打破了楚风眠的计划 看着那血缘神果 都要落入到 这些冰宗舞者的手中 楚风眠 现在也是不得不出面了 虽然楚风眠心中 是打算低调行事的 可是楚风眠 却也不会放过任何一个 可以提升实力的机会 既然是这血缘神果 对于楚风眠的实力提升 都有着极大的帮助 现在楚风眠 就不会放过这血缘神果 这东西 名为生命果实 其中的力量 足以媲美上三品的 岩寿至宝 楚风眠没有理会 其他的冰宗舞者 而是手心移动 一枚生命果实 浮现在了楚风眠的手中 这一枚生命果实 也是刚刚楚风眠 以剑木神术的力量 刚刚凝聚出的一枚 随着剑木神术的力量 不断提升 现在这件木神术之上 可以凝聚出的 生命果实的力量 也变得更加的强大 纯粹了 按照孤软彼岸 陆修等人的记忆 对于这永恒大陆之上 岩寿至宝的分级方法 这生命果实的力量 的确算是 上三品的岩寿至宝了 甚至在上三品的 岩寿至宝中 都是堪称上品了 这是 而那黑袍年轻人 在看到楚风眠 手心之中的生命果实 感受到其中蕴含的澎湃生机之后 他的脸色都是猛然大变 眼神之中的欣喜之色 都已经按耐不住了 的确是上三品的岩寿至宝 他那枯朽的声音之中 都是带有着几分喜色 而看到这一幕的傅师兄 脸色却是阴沉到了极点 那血缘神果 都已经快要落入到了他的手中了 可是现在随着楚风眠的出现 主熟的鸭子却是飞了 本来他只需要付出这黑铃根 用不到三分之一的价值 就可以换取那血缘神果 算是一笔大赚的生意 可是现在却是被楚风眠完全搅黄了 令这傅师兄都是无比恼怒 而其他的兵宗舞者 看到这一幕 更是愤怒到了极点 你是什么人 哪里来的不值死活的家伙 赶紧滚 这血缘神果 是我们兵宗的 谁敢来抢 谁就是跟兵宗为敌 其他的兵宗舞者 更是纷纷开口道 甚至是有几人 都是摩拳擦掌 身上的力量不断地运转 似乎是随时准备出手 来教训楚风眠一顿 在这那西城之中 不允许杀人 这是黑市的规矩 这些兵宗舞者 倒是也不敢打破 但是在这里教训楚风眠一顿 却是完全不成问题 跟你说话呢 你是龙了吗 突然一位兵宗舞者一步踏出 猛然出手 向着楚风眠的肩膀拍了过来 这看起来 只是轻轻地拍一下楚风眠的肩膀 但是暗地里这兵宗舞者 却是已经凝聚力量 这一掌的力量 轰击在楚风眠的肩膀上 足以将楚风眠直接打飞出去 足以将楚风眠打成重伤 到时候楚风眠如此狼狈 又怎么还敢跟他们争夺着血缘神果 找死 而这些小动作 却是根本瞒不过楚风眠的眼睛 本来对于这些兵宗舞者 无冤无仇 楚风眠也不愿意对他们下手 可是现在人无害虎心 虎有伤人意 这对方直接就是准备下此毒手 楚风眠又怎么可能忍气吞声 给我滚 就在那兵宗舞者接近楚风眠 一掌拍下的一刻 楚风眠却是猛然立合一声 一道剑意 轰然从楚风眠的身上爆发 冲天起 这剑意的力量之强 整个那西城之中 都可以清晰地感觉到 这剑意汇聚 如同实体 那兵宗舞者的一掌 都没有落得楚风眠的肩膀上 便是被这剑意所笼罩 轰然一股剧力 将这兵宗舞者 直接打飞了出去 君师殿 区区一个散修剑修 也敢伤我兵宗舞者 找死 哄 看到那位兵宗舞者 被打飞了出去 其他的兵宗舞者 一个个也都是暴跳如雷 猛然积蓄的力量爆发 纷纷手中剑锋出鞘 同时向着楚风眠斩杀过来 本章完 第5650章 青铜剑修 随着刚刚楚风眠出手 爆发出的剑意 这些兵宗舞者 也都是认了出来 楚风眠这施展的 正是青泰剑术的力量 而曾经的青泰剑宗 早已经覆灭了 现在这青泰剑术 在永恒大陆之上流传 却是只有散修舞者 才会修行这青泰剑宗 一开始 这些兵宗舞者 可能还要考虑 楚风眠的身份 不敢痛下杀手 可是现在看到楚风眠 施展的是青泰剑术 那么眼前的楚风眠 绝对不过是 一位散修剑修罢了 既然如此 这些兵宗舞者 也就没有丝毫的估计 众人一同出手 几乎是一瞬之间 足足八位兵宗舞者 都是手中剑锋出窍 向着楚风眠施展剑术 斩杀而来 一瞬之间 术道剑术 便是笼罩在了楚风眠的 头顶之上 四面八方的剑术 斩杀而来 不给楚风眠任何的躲避时机 这些兵宗舞者 大部分都是剑断一脉的舞者 不过他们都没有成为核心弟子 所以没有剑断之名 但是施展的 都是源自于剑断一脉的剑术 兵宗舞者出手了 是谁 谁去招惹兵宗的那些疯子 好像有兵宗舞者被打伤了 这气息 是青泰剑术的气息 一位散修剑修 竟然敢去招惹兵宗 这有些不知死活了 看看去 这些兵宗舞者 平日里也是嚣张跋扈惯了 现在没想到 竟然有人对他们出手 就在这战斗爆发的瞬间 在这那西城之中的无数舞者 也是察觉到了 双方爆发出的气息 很快一道道身影 便是飞了过来 遥远地看着楚风眠 跟这些兵宗舞者之间的战斗 同时更是有着一道道零石 在天空之上 注视着下方的一切 那舞者是谁 青铜 竟然有人将青泰剑术 又修行到了青铜境界 上一位青铜剑修 还是那万剑真君吧 没有想到 又有人达到了这一步 此人既然拥有青铜 证明他的剑道 已经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了 怪不得敢跟这些兵宗舞者交手 不过这些兵宗舞者 也都是源自于剑断一脉的舞者 这剑断一脉的剑术玄妙 可是还在青泰剑术之上 而且冰宗舞者 都是擅长合击之术 现在他们一起出手 那青铜剑修 看来是必败无疑了 许多舞者看着下方的战局 都是纷纷摇头 虽然楚风眠的确是一位青铜剑修 众人也是听闻过 这青铜剑修的威名 可是现在面对冰宗舞者 更是要以一敌霸 却是无人觉得 楚风眠可能是这些冰宗舞者的对手 可是下一刻 这些舞者却都是目瞪口呆 只见楚风眠 只是随意地拿起了一把零剑 零空一点 这些冰宗舞者施展出的剑术 竟然都是纷纷破碎 似乎是在楚风眠的一剑之下 被轻易地击碎了 一剑破万剑 任由这些冰宗舞者 施展出的剑术再多 楚风眠 也只是简简单单的一剑 就将其完全击破了 随后 楚风眠只是简简单单的一剑斩出 一道剑气横扫而过 轰然斩在这些冰宗舞者的身躯之上 这些出手的冰宗舞者 无一例外 都是被剑气打飞出去 甚至 这还是楚风眠的力量 刻意有所保留 才只是将它们打飞出去 没有伤及它们的性命 若是最后楚风眠的那一剑毫无保留 以剑气的锋利 这些冰宗舞者 都会被这剑气 全部拦腰斩断 陨落当场 而周围的围观舞者 看到这一幕 也都是纷纷如梦初醒一般 倒吸了一口凉气 这是 一剑破万剑 此人的剑道 竟然达到了这一步 这些可都是冰宗的内门弟子啊 虽然不是核心弟子 但是也得到了剑断一脉的传承 竟然败得这么惨 这就是青铜剑修的实力 这种剑道 真是恐怖 这场面实在是太过令人惊骇 一剑破万剑 这一重境界 必须是要在剑道造诣上 远远超越对方 洞穿对方的一切剑术 才可以施展出的这一招 平日里 也就唯有一些剑修顶点的强者 才可以施展出来 而且 多半都是 在面对晚辈切磋之时 才会动用的招式 在真正的战斗之中 却是根本施展不出这一招 毕竟同为剑修 尤其是顶尖剑修宗门之中出身的武者 在剑道上的差距 不会太大 根本是 无法施展出这一招 可是现在 楚风眠面对这些兵宗武者 却是随手之间 就施展出了这一招 此人到底是什么人 这青铜剑修 竟然真的如此恐怖 比起传闻之中的记载的 还要恐怖得多 这么说 曾经的那万剑真君 实力也如此恐怖 也是因为这青铜 在场的舞者 虽然许多人都是听闻过 这青铜剑修的恐怖 在许多古籍 记载之中 这青铜剑术 一旦是修行到青铜境界 自身的实力 剑道 将会彻底地脱胎换骨 达到剑修的顶点 但是对于这古籍之中的记载 许多舞者听过后 却都是嗤之以鼻 毕竟青铜剑术再如何 也不过只是一种散修剑术罢了 若是这青铜剑术 真的如此厉害 曾经的青铜剑宗 就不会被人毁灭 消失在了这永恒大陆之上了 所以 众人就算是有所听闻 这青铜剑修的强大 也只是将这荡城 修行青铜剑术的舞者 自吹自擂的说法罢了 可是如今看到楚风眠出手 这些舞者 却是突然之间 想起了关于青铜剑修的种种传闻 看向楚风眠的眼神 也都不一样了 又一位青铜剑修的诞生 足以搅动风云 多事之秋啊 也有舞者不由地感叹一声 整个永恒大陆 现在都不太平 没想到传闻之中的青铜剑修 竟然也出现了 这青铜剑修 似乎有着很大的鸣节 而另一边的楚风眠 也是听到了周围舞者的议论 也是稍稍有些意外 却没有想到 他这一次出手 所有人的注意力 都是放在了楚风眠的青铜上 本章完 第5651章 剑义 震撼 这青铜 本身就是修行青钛剑术 达到最高境界 所产生的一种特殊变化 楚风眠得到了青钛剑术 将这青钛剑术的玄妙完全参悟 融入到了剑道古籍之中 自然而言 也是将这青钛剑术的玄妙完全参悟 达到了这青钛剑术的最高境界 所以 楚风眠只需要调动青钛剑术的力量 它便是 就可以浮现出青铜来 对于这青钛剑术 其实楚风眠也没有多少的期待 只能够算是 楚风眠从孤卵彼岸 陆修等人的记忆之中 寻找到的一道 最适合楚风眠的永恒大陆剑术 用来可以帮助楚风眠隐藏身份所用 仅此而已 至于这青钛剑术自身的力量 也就算是重规重矩的主宰武道 并没有多少的特别之处 所以 楚风眠也仅仅只是 将这青钛剑术 当作寻常来对待 至于这青铜 楚风眠也没有多么在意 可是这一次 在听到了周围舞者的议论之后 楚风眠却是发现 这青铜舞者 似乎是代表着一种特别的身份 似乎是拥有者青铜的舞者 都将有着极为强大的力量 但是楚风眠在这青钛剑术之上 却是没有感觉出什么奇怪的地方 这是为何 难道这青钛剑术自身 隐藏着什么秘密不成 楚风眠心中也满是疑惑 其实楚风眠刚刚展现出的那一剑 力量如此强大 虽然力量无比强大 可是楚风眠知道 它虽然施展的青钛剑术 但是这一剑 却是以楚风眠自身的剑刀 施展出的 楚风眠的剑刀造诣 已经是达到了 无限接近剑刀本源的境界了 以楚风眠现在的剑刀造诣 它就算是随意施展出的一剑 威力都将无比恐怖 而楚风眠 现在以它的剑刀造诣 施展出青钛剑术 自然这一剑的威力 极为夸张 令众人震撼 但是没有想到 这些舞者 竟然都是将楚风眠的实力 算在了 这青铜剑修的身份上 这令楚风眠有些意外的同时 心中也是欣喜不已 本来楚风眠还担心 一旦是他出手遭遇强敌 爆发实力 容易让人怀疑身份 但是现在既然是这青铜剑修 似乎是有着极大名气的话 那么 就算是楚风眠与强敌交手 爆发实力 众人也只会将 楚风眠的实力 算在青铜剑修的身份上 而不会怀疑楚风眠的身份 这倒是让楚风眠 觉得方便了许多 可以让楚风眠 施展出更多的力量了 找个机会 但是可以查查这青铜剑修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楚风眠心中也是自言自语一声 从周围这些舞者的反应来看 这青铜剑修的身份 似乎是要比起楚风眠之前想象的 要高深得多 其中似乎是隐藏着不小的秘密 楚风眠也准备有机会去调查一番 看看这青铜剑术之中到底是存不存在着其他的秘密 而就在楚风眠思索的时候 那些冰宗舞者的脸色却都是一个个难看到了极点 尤其是看到那些被楚风眠一箭打飞出去的冰宗舞者 一个个都是受伤严重 再岂不能 他们的脸色都是变得更加难看 这些冰宗舞者刚刚出手 可是没有丝毫的手下留情 甚至是隐隐约约之间都是蕴含杀意 似乎是打算不顾这那西城的规矩 置人于死地 楚风眠虽然不打算打破这那西城的规矩 但是一个教训 还是要给的 这些舞者都是被楚风眠重伤 如果不能得到一些纪元至宝 就算是实力想要恢复 都无比困难了 剩下的冰宗舞者 一个个目光也都是怒视着楚风眠 只是这一次 却是没有人再敢出手了 刚刚楚风眠展出的那一箭 实在是太过令这些冰宗舞者震撼了 一箭之威 以一敌疤 甚至是达到了一箭破万箭的境界 这些冰宗舞者 向来都是嚣张跋扈 都不将一些小宗门 主宰家族的舞者放在眼中 可是这一次 竟然是栽在了楚风眠这一位 散修见修的手中 青铜剑朔 难道那个传闻 竟然是真的 怎么办 一名冰宗舞者 都是目光闪烁 最终目光看向了那位傅师兄 而那傅师兄现在的眼神之中 惊骇之色也还未退去 在场的冰宗舞者之中 他是唯一一位核心弟子 真正得到了剑断一脉传承的舞者 可正因如此 正是因为他的剑道境界 要超越其他的冰宗舞者 他才可以看出 楚风眠那一剑的恐怖 不算力量 单单是论起这一剑之中 蕴含的剑意的话 楚风眠这一剑之中蕴含的剑意 竟然是要比起冰宗剑断一脉的 长老的剑意 都要更强 这也是令这副师兄 明白 他这一次 是踢到了铁板了 如果贸然动手 就算是他也没有必胜的把握 只是 这血缘神果 他却也不想放弃 这位朋友 这血缘神果 对于我有着大用 还请你这一次给个方便 这个人情 我记下了 那副师兄的目光 看向楚风眠 突然沉声开口道 这一次他说话的语气 倒是缓和了不少 也没有之前的那般嚣张跋扈了 只是面对着血缘神果 丝毫不让 这生命果实 交换血缘神果如何 至于楚风眠 却是完全没有听到 那副师兄的话一样 而是目光看向了 那黑袍年轻人 在这黑袍年轻人 看向楚风眠的目光之中 依然是带有着几分吃惊之色 听到楚风眠的话 他也是急忙点头 看到这一幕 那副师兄 却更是连忙开口道 这位朋友 还请给个方便 这血缘神果 乃是我冰宗 剑断一脉首席 剑痕少主需要之物 若是你给个方便 回头在剑断少主面前 我也可以为你美言几句 就此结个善缘如何 剑痕少主 不认识 这些事 与我无关 这副师兄的话还未完 楚风眠却是直接开口 一把打断道 这血缘神果 既然是楚风眠看上了 今日也没人可以从楚风眠的手中夺走 本章完 第5652章 恼羞成怒 楚风眠的话一出 这副师兄的脸色也是变得更加难看了 其他的冰宗舞者 同样如此 他们本以为 这一次拿出剑狠少主 这张大旗 就足以逼得楚风眠 放弃血缘神果 毕竟跟一般的冰宗舞者不同 这剑狠少主 可是冰宗年轻一代的最强者之一 甚至是放在整个永恒大陆之上 这剑狠少主 更是排进天骄榜的绝世天才 这天骄榜 便是整个永恒大陆之上 所有主宰之下舞者的排名 以实力 资质为论 能够挤进天骄榜的 无一例外 都是这一个时代的天之骄子 未来甚至有着很大希望 晋升主宰境界的绝世天才 单单是这剑狠少主的名字 都足以逼得许多强者退让 毕竟无人想要去招惹 这样一位天骄榜上的舞者 在这副师兄的心中 也同样如此 只要是提到这剑狠少主的名字 也必然是足以将楚风眠逼退 不只是这些冰宗舞者 心中这么想 就算是周围其他的围观舞者 心中也同样是这样想的 血缘神果虽好 可是单单为了一枚血缘神果 就招惹上一位天骄榜的舞者 也着实不值 可是没有想到 楚风眠竟然是丝毫不将 这副师兄的话放在耳中 甚至就连这剑狠少主的颜面 都不给 这副师兄 毕竟也是出身自剑狠一脉的 核心弟子 他的话 一定程度上 也足以代表那剑狠少主了 看着楚风眠 依然不准备退让 这副师兄 也是再度开口道 这血缘神果 是剑狠少主点名所要之物 若是阁下依然执迷不悟 等剑狠少主怪罪下来 你可担待不起 这副师兄的目光 看向楚风眠 语气之中的威胁之意 已经是很明显了 如果还不放弃这血缘神果 那就是代表着 要跟剑狠少主为敌 这已经是要撕破脸了 像是剑狠少主 这样的天才舞者 最在乎的 就是颜面 而一旦伤了他的颜面 那便是不死不休的仇怨了 滚 至于楚风眠 已经是懒得跟这些冰宗舞者 在浪费时间下去了 冷喝一声 一股剑意 轰然从楚风眠的身上爆发而出 区区冰宗 竟然还敢来威胁楚风眠 若非是楚风眠 想要低调行事的话 单单是刚刚这些冰宗舞者 动手的时候 楚风眠就准备将其直接全部斩杀了 不会留下他们一条性命 这血缘神果 楚风眠也许不在乎 但是他可最为讨厌的 便是被人威胁 而这些冰宗舞者的话 却是彻底触犯了楚风眠的逆龄 让他准备直接解决了 这群冰宗舞者 好大的口气 你还敢动手 那副师兄也是脸色骤然大变 与其他的冰宗舞者 一同气息爆发 剑光闪烁 轰然之间向着楚风眠斩杀而来 看到楚风眠身上剑意爆发的一刻 这副师兄也是准备掀下守卫墙 他早已经是在积蓄着力量 等待着出手的一刻 轰然之间从他的手心之中 一把零剑猛然浮下而出 下一刻便是化为了一道剑芒 轰然冲着楚风眠斩杀了过来 这一道剑芒 通体紫色 看似只有三尺 其中蕴含的力量 却是如同海洋一边的无边无际 庞大的力量 完全凝聚成为了这样一道剑芒 向着楚风眠斩杀了过来 这是剑断一脉的绝学 剑断苍穹 好强大的力量 这就是冰宗核心弟子的实力吗 看到这副师兄突然出手的一剑 许多围观舞者的脸上 都是露出几分惊恐之色 纷纷后退 道尊层次的战斗 一旦是波及到他们 他们也是非死即伤 甚至是周围的许多摊位主人 也都是纷纷躲闪 那黑袍年轻人 倒是依然坐在原地 似乎是不受影响 只是目光 好奇地看向楚风眠 米粒之珠 也放光滑 楚风眠站在原地 任由那一道紫色剑光 向着它斩杀过来 只是简单地抬起手中的零剑 一剑斩落而下 碰 看似气势汹汹的紫色剑光 却是跟楚风眠手中的剑锋 碰撞在了一起 下一刻 这剑光却都是 被楚风眠手中的剑锋 全部击碎 破 在众人不可置信的眼神之中 那剑师兄 连同剩下的冰宗舞者 都是再度被一道剑气 直接打飞了出去 跌倒在了地上 口中鲜血狂喷 就算是身为道尊 境界舞者的那剑师兄 在楚风眠的面前 也显得如此的脆弱不堪 打飞了出去 跌倒在了地上 这怎么可能 这可是冰宗的核心弟子啊 一位道尊 竟然就这样败了 这青铜剑修 到底是什么人物 传说之中的青铜剑修 难道都是这般恐怖 无数的目光 惊骇地看向那些 跌倒在地上的冰宗舞者 这些冰宗舞者 跌倒在了地上 一个个都是 如同死狗无翼 看起来 哪里还有刚刚那副 气焰嚣张的样子 现在显得狼狈至极 甚至是就连起身 都无法做到 楚风眠的这一剑 虽然是没有打破 那西城的规矩 杀了他们 但是也都是将他们重伤 令他们都动弹不得了 这些冰宗舞者 平日里嚣张跋扈 这一次 却是踢到铁板了 也怪不得此人 竟然是不给那 剑痕少主面子 以此人的实力 只怕也有希望 晋升天骄榜了 下一次的天骄榜 只怕便是有着此人了 一道道目光 也是看向楚风眠 不由地惊叹道 而看向那些冰宗舞者的目光之中 却是很多都是 有着一种嘲弄的眼神 毕竟冰宗舞者 向来在外嚣张无比 在场的许多舞者 也都曾经被他们逼迫过 现在看到这些冰宗舞者 如此狼狈 也是令许多舞者心中 都觉得畅快无比 这一道道目光 都是如同奸针一般 刺向那些冰宗舞者 尤其是那被打飞出去的副师兄 看着周围舞者的目光 眼神之中 也是露出几分恼羞成怒之色 他自从加入冰宗后 还从未如此狼狈过 我要你死 本章完 第5653章 当场斩杀 这副师兄倒在地上 看着周围舞者的目光 愤恨到了极点 这简直是奇耻大辱 他身为冰宗的 一位核心弟子 今日竟然是被区区 一个散修剑修所击败 甚至是一招败北 倒在地上 这种屈辱 今日如果不杀了楚风眠 未来他在整个永恒大陆之上 都将抬不起头来 甚至是回到了冰宗 也会成为同门之间的笑柄 甚至会被逐出剑断一脉 都有可能 这是傅师兄无法接受的 今日他唯一可以做到 就是现在杀了楚风眠 只有杀了楚风眠 他才可以洗刷今日的屈辱 剑断命脉 无上卸剑 破 只见这副师兄 猛然从地上站了起来 他的口中 又是吐出了一大口鲜血 不只是在这副师兄的口中 就连他的胸口 身躯之上 都是纷纷炸裂开来 喷涌而出的无数鲜血 化为了血污 漫天血污 将这副师兄的身躯 都完全笼罩在了其中 与这喷涌而出的鲜血 同时爆发的 还有在这副师兄身躯之中的 一股力量 一股庞大的力量 从这副师兄的身躯之中 突然爆发而出 支撑着他的身躯 才让他现在这样站了起来 秘法 看到这副师兄身上突然爆发出的力量 楚风眠也看得出来 这副师兄是催动了一种秘法 透支了自身的生命力 来换取了力量 在被楚风眠这般羞辱之下 这副师兄也是顾不得这么多了 直接是将剑断一脉的薄命秘法 剑断命脉这一招施展了出来 要跟楚风眠彻底的拼命了 剑断命脉 这是剑断一脉的薄命秘法呀 不到生死之战的时候 不会动用 没想到 此人竟然施展出了这一招 同样也有一些围观舞者 认出了这副师兄施展出的秘法 今生说道 这一招 会消耗大量的生命力 更是可能会影响未来的实力提升 没有想到 此人竟然如此疯狂 这剑断命脉 足以是将自身实力 短时间内暴涨三倍以上 这下 那青铜剑修可麻烦了 这种力量 几乎无人可以抵挡 这已经是生死交手了 这那西城中 暗影的人 怎么还不现身 一道道目光 都是注视着那副师兄 看着副师兄身边的血物 逐渐地开始凝食 在他的手心之中 逐渐地化为了一道血红色的零件 蕴含着无比狂暴的力量 当即是冲着楚风眠一剑斩杀而来 这点实力 也敢跟我动手 楚风眠冷笑一声 一步踏出 当即是以手中的零件 轰然斩杀了过去 两道剑锋 就这样凌空碰撞在了一起 那一道血红色的剑芒 却是轰然被击碎 在楚风眠手中的零件之下 就连那副师兄手中的血红色零件 都是开始破碎 啊 那副师兄再度发出一声惨叫 身上的鲜血淋漓 似乎是密法被破 让他身上本来暂时压制住的伤势 都是完全爆发了出来 再也支撑不住了 死吧 在楚风眠的眼神之中 也是浮现出了一抹杀意 他本来不打算破坏 这那西城的规矩杀人 但是现在今日 既然是 已经跟这些冰宗武者 彻底地撕破脸了 这局面已经是不死不休了 就这副师兄留下 也算是一个祸害 倒不如直接杀了他 而且最为根本的一点 那就是 既然这副师兄 也已经是对楚风眠起了杀心了 杀人者横杀之 楚风眠也绝对不会再放过他 随着楚风眠再度一步踏出 他的身形 却是已经来到了那副师兄的身边 手中的零件 猛然冲着那副师兄的胸口 刺了过去 啊 副师兄惨叫一声 胸口都是 被楚风眠手中的零件所贯穿 一瞬间 那副师兄的生机 便是被楚风眠这一件之威 彻底断绝 当场陨落 住手 而就在这个时候 突然一声利和 从天响起 一道黑影人 突然是从天空之上降临 这是一位老者 他的目光 正惊骇地看向 那被贯穿胸口的副师兄 是暗影的人 暗影的人来了 这青铜剑修 竟然是赶在这那西城杀人 这是打破了那西城的规矩啊 看着楚风眠 现在竟然是直接出手 杀了这副师兄 许多围观舞者 都是脸色一变 在这那西城之中 虽然无比自由 甚至是 就连舞者之间的厮杀 都不去管 但是唯有一条铁律 那便是不允许杀人 而现在楚风眠杀了这副师兄 却是直接打破了那西城的规矩 并且这副师兄 可不是一位寻常舞者啊 这可是一位冰宗的核心弟子 真正得到剑断一脉传承的核心弟子 这样的人物 放在冰宗之中 也是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现在竟然就这样 死在了楚风眠的手中 冰宗的核心弟子 这青铜剑修 竟然是说杀就杀了 这也太疯狂了 以冰宗的性格 必然是会派人追杀此人 此人性格疯狂 绝不能招惹 而且不只是冰宗 在这那西城之中都敢杀人 都没有将暗影放在眼中啊 许多舞者看向楚风眠的眼神之中 也都是露出几分惧怕之色 甚至都是纷纷后退 不敢再靠近楚风眠了 毕竟敢在这那西城之中杀人的舞者 可所谓的疯狂到了极点 不知道这暗影会如何处理 不过此事终究是由这些冰宗舞者而起 现在被杀 也是咎由自取 也有舞者自言自语道 这次先动手的 显然是这些冰宗舞者 而且刚刚楚风眠都已经是准备收手了 可是这依然是这些冰宗舞者 不依不饶 最终落到一个陨落的下场 只不过 楚风眠此举 还是打破了那西城的规矩 这暗影一方 也不可能不做任何的表示 你竟然杀了他 而暗影老者 降临下来 目光看向已经毫无生机的傅师兄 脸色也是变得有些难看 他便是暗影 在这那西城之中驻守的长老 负责维护那西城中的黑市 本章完 第五千六百五十四章 暗影长老 那西城之中 平日里发生的战斗 也不在少数 毕竟来到这那西城的舞者 许多都是手中沾染了不少鲜血的通缉犯 一言不合交手起来 也是寻常之事 只要是不闹出人命来 便是不算是触犯那西城的规矩 所以对于刚刚楚风眠 跟这些冰宗舞者发生的战斗 这暗影老者 虽然有所感觉 却是并没有现身 毕竟看起来只是小打小闹罢了 倒是没有引起他的注意 一直到刚刚那傅师兄 施展出了剑断命脉的秘法 强行爆发力量 才让这暗影老者注意到 这战斗 却是已经开始搏命了 这暗影老者 察觉到了傅师兄爆发的力量气息一刻 也是赶了过来 但是终究还是没有能够阻止那傅师兄的陨落 因为楚风眠的实力 实在是太强了 面对这施展出秘法实力倍增的傅师兄 楚风眠也是依然仅仅一剑 一剑之威 就将那傅师兄彻底斩杀 不给这暗影老者前来阻止的机会 不过这样本来就是楚风眠刻意去做的 他就是察觉到了这暗影老者 准备是前来阻止 所以才会在这一剑之中运转力量 彻底一剑斩杀了这傅师兄 等到这暗影老者到来 这位傅师兄便是 已经被楚风眠彻底斩杀 无力回天了 本来我也只是给他一个教训吧 没想到 他既然自己找死 也不能怪我 听到那暗影老者的话 楚风眠却是与其平静地开口道 似乎是在这那西城中将这副师兄斩杀 对于楚风眠而言 也只是做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罢了 虽然是我杀了他 不过也是 他先动手 以命相搏 我才不得已将其斩杀的 如此一来 应该不算破坏了这那西城的规矩吧 楚风眠一边开口 一边目光 也是 看向着暗影老者 就在跟楚风眠四目相对的一刻 这暗影老者的心中 都是不由产生了一股寒意 这是一双无比恐怖的眼睛 甚至是感觉楚风眠青涩双瞳之下 更是蕴含着无边杀意 令他甚至都是有着一种全身战力的恐惧 这可是旧位暗影老者 从未遇到过的 这位暗影老者 可是也一位道尊巅峰境界的强者 没有如此实力 他也没有资格 成为这那西城之中的看守长老 地位仅仅只在那西城主之下 而且 身为暗影的一位武者 这暗影老者 可是在一次次的杀戮 生死之战中 才最终拥有着如此实力 可以说他 杀死过的武者 也不知道有着多少 可是现在 在跟楚风眠四目相对的一刻 这暗影长老 竟然是在楚风眠的眼神之中 感受到了一种 令他都恐惧的杀意 这得是斩杀了多少强者 才可以拥有的杀意 才可以拥有这样一双眼睛 就连他这样一位 出身自地下三大势力之一暗影的一位长老 心中都是如此恐惧 甚至是令他现在 都已经是不敢跟楚风眠四目相对了 这种恐惧 都是刻入到了他的骨子里 这暗影长老 本来还是打算呵斥一番楚风眠的 可是当看到楚风眠眼睛的一刻 他心中刚刚想说的话 早已经是忘记了 取而代之的 只有恐惧 甚至还未交手 单单只是双目对视 竟然都令他感觉到如此恐惧 此人到底是谁 这种杀意 可是不知道斩杀了多少的强者 才有可能凝聚的 我一能感觉到 我在此人的眼中 竟然也是跟一个死人 没有任何的区别 仿佛是他随时都可以杀了我 这暗影长老心中 都是无比吃惊 他也是斩杀过不少的强者 才死人堆中爬出来的武者 可是现在却是被楚风眠的目光看到 他的心中都有所恐惧 这是这位暗影长老 都从未遇到过的 这到底是什么人 青铜剑修 还有着如此恐怖的实力 更加恐怖的 还是此人眼中的杀意 这绝对是一尊古老杀神 甚至可能是无数个时代前的魔道巨拨 不然的话 不可能拥有如此杀意 这暗影长老的目光 越是看向楚风眠 就越是心惊 因为在楚风眠的身上 除了清太剑术之外 他竟然都感觉不到 任何其他武道的气息 楚风眠眼中的青铜 便是清太剑术修行到极高境界之后 会出现的特征 这一点 这位暗影长老也明白 但是 其实在永恒大陆之上 为何曾经的青铜剑术的实力 都如此恐怖 像是那万剑真君 其实并非是完全依靠于清太剑术的力量 而是除了清太剑术之外 还掌握着其他的武道 而像是单单以清太剑术 就拥有着如此实力的武者 放在整个永恒大陆的历史上 都从未出现过 所以现在这暗影长老 看到楚风眠身上的武道气息 竟然是只有清太剑术 才令这位暗影长老 显得更加吃惊 因为这就代表着楚风眠身上 可能还隐藏着更强的实力 而以这暗影长老道尊巅峰的境界 都无法看穿楚风眠的底细 那么 楚风眠的身份 可就更加值得玩味了 这也是令这暗影长老 本来到来的时候 气势汹汹 大有一副前来问罪的意思 可是现在跟楚风眠四目相对之后 这暗影长老的气势 却是完全弱了下去 这样的人物 绝对不能招惹 这暗影长老也是打定主意 如此一位青铜剑修 远远不是他可以招惹的 不错 这一次的确是那些冰宗舞者先动手 因此 这一次破坏规矩的 的确是此人 不过既然此人已死 本作也就不怪罪他了 这暗影长老的目光一宁 也是做出了决定 看向楚风眠平静地开口道 阁下是为了自保 才出手 倒是不算打破了那西城的规矩 此话一出 倒是让在场舞者一片哗然 在这那西城之中 不许杀人 可是唯一的规则 也是一直以来的铁律 但是现在楚风眠杀了人 这暗影长老 却是丝毫不打算怪罪 这其中虽然大部分原因 是那傅师兄自己咎由自取 但是这种毫无惩罚 本章完 第5655章 台阶 看来这暗影长老 也不愿意招惹此人 的确 此人的实力如此之强 而且身份神秘 贸然招惹 不是上策 就算是在这那西城之中 也是实力为尊 许多围观的舞者 都是感慨不已 在这那西城之中 只要是实力足够强大 的确也可以震慑这暗影 不受规矩的惩罚 当然这件事 主要也是因为 兵宗舞者一方掀起 再加上也是那傅师兄 先动了杀手 最终被楚风眠反杀 的确是他咎由自取 怪不得别人 倒也不算是楚风眠破坏了规矩 当然若是换作其他舞者 虽然是死最难免 但是也是活最难逃 可是楚风眠现在的实力 的确是震慑住了这暗影长老 也是让他不敢招惹楚风眠 多谢暗影长老 明示礼 听到那暗影长老的话 楚风眠的脸上也是露出几分笑意来 他刚刚就跟那暗影长老双目对视的时候 他也是注意到了 这暗影长老正式准备以视线来探查楚风眠的底细 这是一种特殊的秘法 双目对视的一刻 就可以探查楚风眠的一些底细 所以在察觉到了这一点之后 楚风眠也是暗自运转起了露血魔剑的杀意 以震慑着暗影长老 毕竟露血魔剑的杀意之中 可是蕴含着无数被露血魔剑斩杀的生灵 甚至是曾经被斩杀主宰的杀意 汇聚在一起 就算是在强大的舞者 感受到这杀意都会微微愣神 一些弱者 甚至是会被这杀意完全震慑 而感觉恐惧 现在这暗影长老看起来 也是被楚风眠的杀意所震慑了 所以才没有敢怪罪楚风眠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楚风眠也是为了免去麻烦 才做到这一点 现在看来 在这暗影长老的眼中 楚风眠的确是一位深不可测的魔道剧情 所以此事 也是就此平息了下去 而其他的冰宗舞者 现在一个个也都是互相搀扶起身 听到那暗影长老的话 脸色都是难堪至极 现在这傅师兄陨落 被楚风眠所杀 在这那西城之中 按照规矩 这暗影必然是要对楚风眠施以惩罚 可是现在楚风眠却是毫发无损 这令这些冰宗舞者 都是脸色难堪至极 恶狠狠地看了楚风眠一眼后 也都是纷纷离去了 就连那副师兄 都死在了楚风眠的手中 他们留在这里 若是招惹 楚风眠不快 没准也会被楚风眠所杀 连忙都逃走了 至于楚风眠 倒是没有理会那些冰宗舞者 一方面是因为这些冰宗舞者的实力 实在是太弱了 不值得引起楚风眠的注意 另一方面也是因为 楚风眠也不好在这那西城中 继续杀人了 他杀了那副师兄 还可以算是对方先动手 楚风眠被动反击 不算主动破坏规矩 但是楚风眠如果再出手杀人的话 这个理由可就站不住脚了 到时候 暗影为了维护规矩 也必然会对楚风眠动手 这暗影 身为永恒大陆的三大地下势力之一 实力雄厚 楚风眠也没有招惹对方的打算 既然这暗影长老 算是给了楚风眠一个台阶 他也不打算再破坏规矩了 很快周围围观的舞者 也是逐渐散去了 只是在这那西城中 又出现了一位青铜剑修的消息 却是已经开始从那西城 到整个洞天狱 已经是开始不进而走了 楚风眠倒是也没有想到 他刚刚来到永恒大陆 那闹出了如此动静 不过此事 也是因为那些兵宗武者所生 人善被人欺 面对这等欺辱威逼 楚风眠可也不会忍气吞声下去 楚风眠的目光 再度看向了 那摊位之上的黑袍年轻人 对方看向楚风眠的眼神之中 也是露出了几分惊异之色 似乎也是 在猜测着楚风眠的身份 血缘神果 给我吧 楚风眠倒是也没有废话 直接一把将那生命果实扔了过去 这争端 都是因为这一枚血缘神果而起 楚风眠现在也已经是迫不及待的 想要得到这血缘神果 看看这血缘神果的价值 到底值不值得楚风眠这一次 如此是大费周章 好 那黑袍年轻人 听到楚风眠的话 接过了那一枚生命果实 检查无误之后 也是将血缘神果给楚风眠扔了过来 他这黑袍年轻人 也是将生命果实直接收入到了一枚空戒之中 紧接着便是将摊位之上的东西全部收走 是准备离开了 他来到那西城的墓地 也就是为了寻找岩寿质保 来延长寿源 现在既然目的已经达到 他也准备离开 找个安静之地 吞噬生命果实 来恢复寿源了 等等 看到那黑袍年轻人准备离开 楚风眠却是一把将对方喊住 这一枚玉符 可以联系到我 如果还可以得到什么好东西 也可以来找我 我有你需要的东西 楚风眠的嘴角 浮现出一抹笑容 手中也是 拿出了一枚玉符 扔给了那黑袍年轻人 黑袍年轻人犹豫了一下 也是伸出手 接过玉符 准备离开了 这黑袍年轻人的身份不凡 而且在此人的身上 楚风眠感觉到了一股奇异的力量 这令楚风眠对于这黑袍年轻人 也是有些感兴趣 尤其是 对方竟然可以得到血缘神果这样的宝物 这可不是一位道尊巅峰境界舞者 容易得到的 鲜血湖那样的地方 可是就连半部主宰境界的舞者 甚至是天骄榜之上的舞者 进入其中都会有着极大危险的地方 更何况这血缘神果 更是生长在鲜血湖的中心 最为危险的地方 这黑袍年轻人 竟然是可以得到这血缘神果 那么他未必无法得到其他好东西 所以 楚风眠也是给这黑袍年轻人 留下了一枚玉符 反正楚风眠手中 有着大量的生命果实 正是眼前这黑袍年轻人 最为需要的东西 楚风眠相信 如果对方还可以得到一些宝物 第一时间 也必然会来找楚风眠的 本章完 第5656章 纳西城主 看着那黑袍年轻人离去 楚风眠也是有着预感 他还会跟对方相见的 尤其是对方 如此缺少严寿至宝的情况下 一枚生命果实 对于这黑袍年轻人而言 也最多 只能够算是给他解燃眉之急 但是这黑袍年轻人身上缺少的寿源 可不是这一枚生命果实 就可以完全弥补的 不过碰到这黑袍年轻人 也只是一个小小插曲 能够在这那西城之中 买下这样一枚生命果实 对于楚风眠 也算是一个意外之喜 他还没有忘记 来到那西城要做的事情 只见在 得到了生命果实之后 楚风眠也是缓缓迈出步伐 向着暗影商会的方向走去 至于那些冰宗舞者的事 楚风眠却是完全不在意 他虽然不愿意去主动招惹谁 可是谁招惹到了楚风眠的头上 楚风眠也不会忍气吞声 如果那冰宗不识好歹 还想要报复的话 楚风眠也不介意再度出手 正好楚风眠也想要检验一番 他现在的实力 到底是达到了什么层次 正好是缺少对手 大人 请随我来 看着楚风眠向着暗影商会的方向走去 那孙和也是急忙跟了过来 刚刚看着楚风眠跟冰宗舞者起冲突 这孙和也是早早躲到了一旁去了 以他的实力 如果是在刚刚楚风眠跟那些冰宗舞者的交手之中 碰到任何一点点余波 都可能当场陨落 毕竟他的实力相比于楚风眠等人 就如同蝼蚁一般的脆弱 所以 楚风眠倒是也没有怪罪着孙和 继续是让孙和带路 一路上 楚风眠便是就向着暗影商会的方向走去 不过这一次 在这那西城之中的许多舞者 看到楚风眠的时候 眼神之中 却都是不由自主地流露出恐惧之色 纷纷退到了两旁 不敢挡在楚风眠的面前 刚刚楚风眠跟那傅师兄交手之时 展现出的实力实在是太强了 一位冰宗的核心弟子 竟然都在楚风眠的面前 毫无还手之力 就被楚风眠当场斩杀 这样的实力 简直是已经接近到天骄榜上的那些妖孽存在了 这样的人物 谁也不愿意招惹 甚至是 就连那暗影长老到来 对于楚风眠都是无比客气 甚至是丝毫没有怪罪 楚风眠在这那西城之中 当街杀人的事 就连这那西城背后的暗影分布 都是不敢来招惹楚风眠 更何况是他们其他人 所以 如今在这那西城之中 楚风眠也已经是成为了头号的危险人物 所有人碰到楚风眠 都是避之不及 这倒是也令楚风眠没有想到的 没想到 仅仅是因为争夺这血缘神果 却是给楚风眠打出了不小的名声 而另一边 那暗影长老 也是随着楚风眠离开之后 再度化为一道顿光 离开了 不过这顿光 却是一直来到了那西城中心的城主府之中 城主 这暗影长老 来到了城主府内的一座宫殿之前 也是恭敬地开口道 进来吧 随着宫殿之内 传出来的一道声音 这暗影长老 才缓缓起身 恭敬地向着宫殿之中走去 这暗影长老虽然在那西城中地位极高 大权在握 可是在进入这宫殿之中的时候 这暗影长老却是丝毫不敢任何的不公 宫殿之中 一座高大的王座之上 一位浑身黑袍的中年男子 缓缓抬起头 目光也是看向这暗影长老 看到这中年男子的时候 暗影长老眼神中的恭敬之色更甚 眼前这中年男子 便是那西城主 是这栋天狱之中 最为繁华城市的主人 而且这那西城主的身份 不单单是这一城之主 他的另一重身份 更是此地暗影分布的部长 正因如此 在这那西城之中 那西城主 才是真正的掌权者 在整个那西城之中 他的话 便是说一不二 就算是这暗影长老 也不敢违背 这那西城主的命令 这不只是因为身份 更是因为实力 在这永恒大陆之上 任何一处暗影分布的分部长 实力都至少要达到道尊巅峰 甚至是接近半部主宰境界 才可以成为分部长 虽然同为道尊巅峰舞者 二者的实力 却是完全不在一个层次上 以这那西城主的实力 挥手之间 就足以将其祭拜 更加重要的是 这那西城主 还无比年轻 他未来的成就 实力 不会仅限预测 而这暗影长老的实力 却是已经达到极限了 想要更进一步 都是近乎不可能的事情 因此 这才是这暗影长老 对于那西城主 才会如此恭敬 就是为了等待 这那西城主 未来更进一步 可以让他 也从中得到一些好处 因此 甚至是到了 唯命侍从的地步 不知道城主刚刚 为何要放过此人 刚刚那一战 虽然是因为 兵宗舞者而起 但是当街杀人 终究还是坏了规矩 至少要给予一些惩罚才是 暗影长老的目光 看向这那西城主 有些疑惑地开口道 刚刚其实之所以放过 楚风眠 可不是他的意思 在这那西城之中 发生如此大事 可以裁决的 唯有那西城主 这暗影长老 对于楚风眠如此退让 一方面 是因为被楚风眠眼神之中的 杀意震慑住了 另一方面 也是因为得到了 那西城主的命令 最终才选择放过楚风眠 此人的实力 我也看不透 就算是我出手 也未必可以情下他 而且 如果跟此人交恶的话 也可能给我们 带来一个不小的麻烦 那西城主 也是平静地开口道 只是他的话一出 这暗影长老 也是惊骇到了极点 几乎是脱口而出道 什么 就连城主 都看不穿此人的实力 这暗影长老 也是惊讶到了极点 要知道 这那西城主的实力 其实隐隐约约 已经是晋升到了 半部主宰境界了 这样的实力 都有资格去争夺 天骄榜之列了 只是这那西城主 一直以来是 隐藏极深 就算是在暗影之中 知晓他真正实力的 舞者也不多 本章完 第5657章 妖影 如果这暗影长老 不是一直跟随 在这那西城主身边 只怕也无法察觉到 这那西城主 现在的实力 已经是达到了 如此恐怖的地步了 楚风眠可以如此轻易地 斩杀那傅师兄 一位冰宗的核心弟子 实力必然在他之上 所以这暗影长老 看不穿楚风眠的实力 倒是不算什么 可是现在 这那西城主 竟然都说 无法看穿楚风眠的实力 这可就太过惊世骇俗了 那这样的实力 岂不是天骄榜上 足以排进前二十的存在 此人的实力 我的确看不穿 我能够看到的 只有青太剑术 可是此人身上的实力 绝对不止如此 这青太剑术 不过是此人身份的伪装罢了 那西城主听到这话 也是平静地开口道 青太剑术 只是伪装 暗影长老听到这话 脸色更是大变 楚风眠可是一位青铜剑修 这是 唯有将青太剑术 修行到顶点 才可以出现的特征 楚风眠的青铜 可是货真价实的青铜 这一点是做不得假的 可是现在这那西城主 竟然是说 楚风眠的青太剑术 只是伪装 那么 岂不是代表着楚风眠 还有着更强的实力 没有展现出来 单单是伪装出来的实力 就恐怖到了这般地步 暗影长老都有些不敢想象 楚风眠的真正实力了 在这暗影长老的眼中 楚风眠现在就是一尊沉睡的巨兽 随时都可能苏醒 吞噬一切 毁灭一切 永恒大陆之上 不会无端端地冒出来如此一位强者 而且 我也是查了一下此人的身份 他是陆家的一位供奉 那西城主继续开口说道 这暗影 身为地下三大势力之一 可不是有着建立城池 建立黑市的手段 更是有着搜集情报 甚至是暗杀武者等等一系列的能力 放眼整个永恒大陆 暗影的情报能力也是一等一的 所以对于那西城主而言 想要查出楚风眠的身份来 并不困难 陆家 就是那个 最近重新崛起的主宰家族 暗影长老思索了一下 也是想到了陆家的来历 据说陆家的突然崛起 是跟那陆家 二公子有人 此人据说突然一招顿悟 实力暴涨 才带领陆家不断崛起 据说那陆家二公子的身份 似乎有些问题 此人竟然是陆家的供奉 难道 突然之间 这暗影长老 也是想到了什么一样 不错 纪元海 那陆家二公子 似乎就是一位纪元海的舞者 而这青铜剑修 可是跟那陆家二公子交好 就连身份牌 都是陆家的供奉 此人极有可能 也是一位纪元海的舞者 那西城主的脸上也是 露出一抹笑容说道 既然是纪元海的舞者 那么也就有着拉拢的可能性 而且 此人隐藏极深 实力只怕更是深不可测 倒是可以将其拉拢到暗影之中 此人 似乎是要准备前去暗影商会 是否让我去招揽一番此人 听到这话 暗影长老也是连忙开口道 不用 我自己前去 据说纪元海虽然舞蹈平级 但是诞生出的顶尖强者 实力却是无比强大 正好我也想要看看 这纪元海之中的舞者 到底是不是传闻之中的那般强大 那西城主说完 他的身形 却是在宫殿之中突然消失 哦 果然被人盯上吗 另一边 在这街道之上 一边向着暗影商会走去 一边不时看着两边摊位 以寻找一些有价值宝物的楚风棉 却是突然感觉到了一股被窥探的感觉 这正是被人盯上的感觉 看来楚风棉闹出的动静太大 的确是被人盯上了 而且这视线 正是来自于那西城的城主府 暗影的人吗 不过楚风棉倒是也不在意 反正他本来也是准备接触一下这地下三大势力 现在被人盯上也无妨 楚风棉一路向着暗影商会的方向走去 虽然在这那西城中的摊位不少 但是这些摊位之上的宝物 都是对于楚风棉 毫无意义之物 像是血缘神果这样的宝物 本不应该出现在外面的摊位上 而是会送到黑市拍卖会上 只是那黑袍年轻人的情况特殊 才会不得不在摊位上出售着血缘神果 楚风棉一路走着 很快也是来到了暗影商会的位置 暗影商会 说是一个商会 可是本质上 却是如同一座巨大的城池一样 就是一座那西城的城中之城 高大的围墙 通体金碧辉煌 看起来就如同天上仙城 在这暗影商会的大门前 无数的舞者往来进出 车水马龙 作为整个那西城之中最大的商会 这暗影商会 也是许多进入那西城的舞者 前往的第一选择 而且 这暗影商会的背后 正是暗影 在这暗影商会之中 可不只是可以交易宝物 更是可以购买情报 甚至是雇佣暗影舞者效力 发布任务等等 甚至是在这暗影商会之中 还存在着一座座的庭院 以供舞者修行所用 可以说 只要是拥有这足够的财富 在这暗影商会之中 几乎什么都可以得到 来到了暗影商会前 楚风眠也是随意拿出了几枚神缘 交给了孙和 算是孙和带着楚风眠闲逛的好处了 让孙和离开之后 楚风眠则是一个人 向着暗影商会的方向走去 大人 暗影商会门口 站着一排舞者 负责维护秩序 比起那西城 这暗影商会的规矩 却是更加森严 就连舞者出手都不允许 井然有序 这些舞者 都是暗影的舞者 身着的衣服 也都是有着暗影的标志 看到楚风眠过来 这些暗影舞者 纷纷退开了一条通道 让楚风眠进入 显然这些暗影舞者 有都是被人吩咐过了 才会对楚风眠如此恭敬 楚风眠倒是也不在意 大摇大摆的 便是走到了暗影商会之中 很快一位长相妖娆的女子 看到楚风眠的到来 便是迎了上来 楚公子 我是暗影的妖影 也是此地暗影商会的会长 就由我来接待楚公子如何 本章完 第五千六百五十八章 宝物出手 这长相妖娆的女子 主动迎了上来 对着楚风眠开口道 竟然是妖影会长 他怎么亲自出来了 这青铜剑修 到底是什么身份 竟然是 值得他亲自前来接待 周围许多的舞者 看到这一幕都是一惊 这妖影 可是此地暗影商会的会长 而且这暗影商会 本质上可就是暗影的一部分 所以 眼前这妖影的真正身份 可是此地暗影的 一位副部长 地位仅次于纳西城主 算是这纳西城之中 第二号的人物了 地位还在之前出面过的那位暗影长老之上 这样的一位大人物 平时在这那西城中都不好一见 但是现在竟然是主动前来迎接楚风眠 让人不由的议论纷纷 只怕是此人展现出的实力太强 以至于这暗影都是有着拉拢的意思 不错 此人在这那西城之中当街杀人 触犯规矩 这暗影都没有选择惩罚 肯定是有着想要拉拢的意思 如此一位强者 而且不属于四宗 九大世家的人 这暗影有着想要拉拢的心思 倒是也不奇怪 一道道议论声响起 显然在这那西城之中 楚风眠已经是绝对的风云人物了 原来是妖影会长 楚风眠看到这长相妖艳的女子 也是点了点头 倒是毫不在意 她闹出这么大的动静 暗影那边 没有任何的反应 才奇怪 不过 既然是让这暗影商会的会长 亲自来接待楚风眠 也算是暗影这边展现出的诚意了 当然更多的 这妖影亲自前来接待楚风眠 更多的却是带有着几分试探 想要打探出楚风眠的真正实力 身份的意思 从这妖影的眼神之中 楚风眠也是看出了一丝丝的试探之意 此人的眼神之中 似乎是蕴含着一种 可以探查底细的秘书 在这妖影看向楚风眠的目光之下 楚风眠都是有着一种被人看穿的感觉 不过随着楚风眠悄然之间将身上的气息完全压制下去 这目光却也就能够看出楚风眠表现出的力量 至于楚风眠更深层的底细 可还不是一位道尊巅峰境界的舞者可以看穿的 就算是跟楚风眠相同实力的舞者 想要完全看穿楚风眠的隐藏 实力都是一件几乎不可能办到的事情 更何况是一位区区道尊巅峰境界的舞者 可以说除非是一位主宰 全力探查之下 才可以探查出楚风眠的底细来 至于主宰之下的舞者 想要探查出楚风眠的底细 却是根本不可能的一件事 所以任由这妖影如何他探查 他所看到的都是楚风眠故意展现出的实力来 此人的隐藏竟然如此之深 就算是半步主宰境界的舞者 也不可能逃过我的眼睛才对 此人到底是什么人物 那妖影的眼神之中 都是不由地流露出几分惊骇之色 似乎是他都没有想到 这一次他亲自出面前来探查楚风眠 竟然都是探查不出楚风眠一点点的底细 不过这种惊讶也是一闪而过 很快这妖影的脸上又是恢复了之前的笑意 他的一双眼睛含情默默地看向楚风眠 勾人心神轻笑着开口道 叫我妖影就好 不知道楚公子想要来到暗影商会买些什么宝物 就由我带楚公子 先进去逛逛如何 好 楚风眠也是点了点头 不动声色地说道 楚风眠在这永恒大陆之上的身份 也就是叫楚风眠 毕竟这只是一个名字 不知道有着多少 而且在永恒大陆之上 这个名字也不算什么 楚风眠身份牌上的身份 便是陆家的供奉 说是供奉 自然不是属于陆家之人 所以 楚风眠就索性以他的名字 写在了身份牌上 这妖影现在可以调查出楚风眠的身份来 也不奇怪 毕竟这暗影的主要业务之一 可就是出售情报 肯定是有着自己的情报网 这暗影的情报网 甚至是足以笼罩整个永恒大陆 现在可以查出楚风眠的身份来 也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 如果说这暗影就连楚风眠的身份都无法查出来的话 反倒是让楚风眠会觉得 这暗影的势力太弱了 听到楚风眠的话 妖影也是主动走到楚风眠的身边来 带着楚风眠向着暗影商会走去 一路之上的暗影舞者 都是纷纷退让 很快这妖影便是就带着楚风眠来到了一座宫殿之中 这宫殿之中 两侧都是年轻的少女 长相俊美 负责端茶倒水 在一旁服侍着 楚风眠则是坐在旁边的一座王座之上 妖影则是陪坐在一旁 我这一次来 其实就是为了卖一些棘手的宝物 楚风眠目光看向那妖影 倒是也不都圈子 开门见山地开口道 这些宝物是属于九大世家跟四宗 以及兵宗的 不知道暗影敢不敢接 九大世家 四宗的宝物 那妖影听到了楚风眠的话 眼神也是微微之间有些吃惊 这样的宝物 显然不可能是楚风眠 通过正常的交易得到的 毕竟 如果是正常交易得到 楚风眠也不会是准备将这些宝物 卖到黑市之中 这些宝物 既然是无比棘手 显然是这些宝物的主人 在四宗 九大世家之中 都是有着不低的身份 而且楚风眠得到这些宝物的途径 多半也是杀人越货 虽然这黑市之中 经常是有着武者前来贩卖一些棘手的宝物 可是身份如此之高的 牵扯到四宗 九大世家之中的大人物 显然也并不多 怎么 暗影伤会吃不下吗 楚风眠看到那妖影惊讶的眼神 也是不由地开口道 当然吃得下 我们暗影做交易 从来不会在乎什么身份 多么棘手的宝物 对于我们暗影而言 也不算什么 听到了楚风眠的话 那妖影的脸上 却是露出了一抹自信之色 笑着开口道 就是不知道 楚公子这一次 带来了什么宝物 本章完 第5659章 震惊的大手笔 这妖影的眼神之中 也是有着几分期待 毕竟是牵扯到四宗九大世家的宝物 而且从楚风眠的口气来看 这些宝物似乎还是来自于这四宗九大世家之中的一些大人物 这可是一笔大生意 如果可以做成 对于他而言也将有着不少的好处 并且 这妖影也无比好奇 楚风眠到底是杀了什么人 要知道 在这永恒大陆之上 四宗九大世家 可是高高在上的存在 所谓的兵宗 看起来是嚣张跋扈 但是在这四宗九大世家的面前 就算是兵宗武者那般的嚣张 也只能够是夹着尾巴做人 毕竟永恒大陆之上的势力纷纭变化 但是唯有四宗九大世家 一直以来屹立不倒 是真正的巨头 大人物 就算是四宗九大世家之中 随意的一位弟子出去 都是人人都不敢招惹的存在 更何况是杀人越货 这简直是胆大包天的行为 如果其他人说出这样的话 也许那妖影还是觉得 这是在吹嘘 可是楚风眠刚刚在那西城之中的强势 霸道 这妖影可是看在眼里 不顾那西城的规矩 直接斩杀了一位兵宗的核心弟子 这任何一件事都足以看得出 楚风眠的嚣张霸道了 所以 楚风眠的话 却未必是假的 这东西 如何 楚风眠听到这话 也是心神一动 一把长枪 浮现在了楚风眠的手中 就这样屹立在了宫殿之中 在这长枪出现的一刻 一股狂暴的力量 便是向着周围席卷去 似乎是要将这宫殿 都给活活震塌 还是楚风眠再度一掌打出 这长枪的力量 才沉寂了下去 可是就在刚刚这长枪爆发的力量之中 这妖影却是已经感受到了其中的力量 主宰之力 只是一件主宰之兵 那妖影的眼神之中 都是流露出了无比震惊的神情 这可是一件主宰之兵 其中蕴含 可是货真价实的主宰之力 而且 以这长枪之中蕴含的主宰之力来看 这一把长枪 甚至都不是那种 仅仅沾染了主宰之力 勉强算是主宰之兵的宝物 而且 一位主宰的心血兵器 其中蕴含的主宰之力 无比清晰 强大 甚至是从这长枪之中 都是隐隐约约感觉得到 曾经那位主宰创造出的武道之力 这可是一位主宰的心血兵器 一位主宰的心血兵器 这种力量 像是兵宗的力量 长枪 难道是曾经枪断之主的 那一把断破枪 这妖影的脸色急速变换着 似乎是在不断地确认着 很快却是想到了 这一把长枪的身份 看到这一幕 楚风眠也是点了点头 这妖影能够一眼认出断破枪来 的确也是有着门道 毕竟断破枪 已经是在永恒大陆 消失了不知道多少个时代了 能够认出这段破枪 也足以证明 这暗影的势力了 不错 正是断破枪 楚风眠平静地开口道 断破枪啊 这可是枪断之主的心血之兵 兵宗枪断一脉的传承神兵 只不过是很早就消失在了永恒大陆之上 传闻之中 这一把断破枪 跟枪断之主一同 是隐落在了永恒大陆之外 这件东西 你是怎么得到的 这妖影都是不由的 看向楚风眠 不过话刚刚说出去 这妖影却是脸色一变 按照黑市的规矩 是不允许打探宝物来历的 他这惊讶之下的询问 却是坏了规矩 所以 他也是很快闭嘴 没有再继续说下去 而是画风一转开口道 这东西一旦现世 足以引起兵宗枪断一脉的疯狂争抢 甚至是兵宗之中的那些老古董 都要纷纷现身前来争抢啊 这是真正的烫手山芋 足以引起不小的震动啊 怎么 这断破枪 暗影商会不敢买吗 楚风眠听到了这妖影的话 也是平静地开口道 这暗影 既然是身为永恒大陆的三大地下势力之一 以大黑魔神跟楚风眠所说的 这三大地下势力的力量 可是敢跟四宗 九大世家作对的 虽然这断破枪 的确是棘手 可是以这暗影的实力 就算是买下 也应该不成问题才对 毕竟就连四宗 九大世家都敢作对 区区一个兵宗 又算得了什么 当然敢 我暗影商会 还没有不敢买的宝物 不过断破枪这样的质宝 无法以神员来衡量 不知道楚公子 所需要换的东西 妖影听到楚风眠的话 也是连忙开口道 一件主宰之兵 甚至是一位主宰的心血兵器 这样的价值 自然不能够以神员来衡量 只能够是一物换物 不接 我要卖的东西 不止这断破枪 楚风眠也是明白这一点 不过他倒是也不着急 而是又拿出了一枚空剑 递给了那妖影 妖影接过空剑 打开一眼 眼神之中 也是露出几分惊讶之色 这空剑之中的 都是楚风眠 从那些冰宗枪断一脉舞者 身上得到的宝物 那些枪断一脉的舞者 每一位可都是冰宗的核心弟子 甚至是那枪痕少主 更是枪断一脉的首席 是冰宗的少主之一 他们的空剑之中 自然是有着不少的宝物 这些宝物 许多都是有着冰宗特征的 楚风眠也不好直接拿出去 免得引起冰宗那边的麻烦 现在倒是一口气 准备全部卖给暗影商会来 换取一些有用的东西 那妖影看到空剑之中 堆积如山宝物的一刻 也是明白 这绝对不是来自于一位武者 而是很多的武者 都被楚风眠斩杀 将宝物堆积在一起了 而且从这些宝物之上 这妖影也是认出了许多 都是冰宗的宝物 甚至都是冰宗 枪断一脉的宝物 再加上那断破枪 这青铜剑修 不会是将整个枪断一脉灭灭门了吧 怎么得到了这么多枪断一脉的宝物 妖影心中也是不由地想到 这些宝物 虽然每一件的价值 都不算太高 但是数量惊人 简直是将枪断一脉 完全打劫了一遍一样 本章完 第5660章 灵拳 毕竟这妖影如何猜测 都想不到 褚蜂棉的确是将枪断一脉 近乎灭门了 枪断一脉的核心弟子 都是在中末纪元之中 被褚蜂棉所杀 现在冰宗之中 最多也就只剩下小猫两三只了 所以 褚蜂棉才得到了许多之多枪断一脉的宝物 这妖影 也是越看越心惊 眼神也是不由地 偷偷瞄了蜂棉一眼 该不会褚蜂棉 本身就是跟冰宗有仇吧 本来以为褚蜂棉 在这那西城之中杀了那副师兄 只是意气之争 但是没有想到 褚蜂棉竟然还杀了这么多枪断一脉的武者 这也是 令妖影对于褚蜂棉的身份 更加怀疑 而且如此之多 冰宗枪断一脉武者的陨落 暗影这边 竟然什么都不知道 虽然在冰宗之中 枪断一脉 只能够算是末流 但是 可也是冰宗七脉之一 就连断破枪这样的震宗之宝都被夺走了 竟然都没有消息传出去 的确奇怪 不过 妖影也不敢多问 而是沉思了一下开口道 这些宝物 无法以神愿来计算 不过我们暗影之中 也有着另一种计算方式 那就是以灵拳来计算 所谓灵拳 就是天地间诞生出的特殊宝物 蕴含着无比庞大纯粹的力量 一座灵拳的价值 大概相当于一件主宰之兵 当然 像是断破枪 这样的一位主宰的心血兵器 价值自然要高上不上 可以算三座灵拳 至于这空界中的宝物加起来 也就算一座灵拳 妖影看向楚风年开口道 像是主宰之兵这一层次的宝物 的确是无法以神愿来计算 不过一件宝物的价值 也总归是需要一个计量单位的 灵拳 便是这计量单位 灵拳 一座相当于一件主宰之兵的价值 不过楚风年倒是也第一次听说 这样的计量方法 他从孤卵彼岸 陆修等人的记忆之中 也没有听闻过 看出了楚风年眼神之中的疑惑 那妖影却是笑着解释道 灵拳的计算方法 只适用于黑市之中 在外倒是没有这个说法 毕竟这灵拳 大部分都是掌握在我们手中 妖影的话 若有所指 却是令楚风年听出了一些东西 一座灵拳的价值堪比一件主宰之兵 而价值如此之高的宝物 竟然完全掌握在这黑市的手中 如果这灵拳价值真的如此之高 别说是其他的主宰家族 各个宗门等等 就算是四宗 九大世家 都不可能完全不去抢夺 但是依然被黑市牢牢掌控 这就足以说明一些事情了 那就是 这黑市的地下三大势力 似乎真的有让四宗 九大世家 都为之忌惮的力量 当然 这一切也都是妖影的一面之词 楚风年也不会完全相信 但是却是给楚风年提了个醒 这灵拳 我也是第一次听说 不知道这灵拳 暗影商会之中可有 可否能让我一关 楚风年目光 看向妖影开口道 他也是好奇 这灵拳到底是什么宝物 竟然是足以媲美一件主宰之兵的价值 要知道 对于道尊 道尊巅峰层次的武者而言 一件主宰之兵 都可以改变一场战斗的结局 一件主宰之兵 就算只是 沾染了一部分主宰之力 最为普通的主宰之兵 所可以发挥出的力量 也是强大无比的 在这永恒大陆之上 也不是一般的道尊巅峰武者 可以拥有掌控的 而这灵拳 既然是在这黑市之中 足以是跟一件主宰之兵 拥有相同的价值 楚封眠也对于这灵拳 现在起了不小的兴趣 更加关键的是 在这妖影对于灵拳的介绍之中 可是说这灵拳 是纯粹力量的宝物 这正是楚封眠最为缺少的东西 现在楚封眠 想要令自身的实力更进一步 摆在他面前的 无非只有两条道路 第一 便是踏入主宰境界 但是想要成就主宰 首先便是需要将自身的剑道圆满 将武道圆满 而剑道 正是楚封眠自身的武道 所以 楚封眠才算是一位剑修 剑道才是他的根本 这剑道 现在都已经是 成为了楚封眠的一部分 是楚封眠无法割舍的存在 而想要成就主宰 第一点便是需要将自身的武道 达到极致才行 而剑道的极致 便是那传闻之中 都是无人可以踏入过的境界 那剑道本源的境界 古往今来的一切剑修 都无人可以踏入这一重境界 甚至是可以摸到这剑道本源境界门槛的剑修武者 都是少之又少 就算是楚封眠的师尊 剑道之主 一身实力 足以媲美真正的主宰强者 得到所有人的认可 可是剑道之主 却依然无法迈出这最后一步 无法晋升剑道本源的境界 真正成就主宰 对于楚封眠而言 也是同样如此 楚封眠的剑道 距离真正剑道本源的境界 也依然有着一些差距 不过比起剑道之主 楚封眠得到了残缺剑术 却是让楚封眠 找到了剑道本源的方法 那就是那残缺剑术 只有得到完整的残缺剑术 才有着 可能晋升剑道本源境界的可能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楚封眠才会来到永恒大陆 因为这残缺剑术 正是源自于永恒大陆 不过就算是在永恒大陆 想要找到这残缺剑术 想要得到完整的残缺剑术 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楚封眠也需要仔细地去慢慢寻找才行 所以 想要晋升主宰境界 对于楚封眠 还需要无比漫长的时间 而除了真正晋升主宰境界之外 楚封眠若是还想要让他的实力更进一步 达到足以抗衡真正主宰的层次 那么唯一的希望 就是寄托在神力之道上了 毕竟曾经的帝仙 也正是凭借着神力之道的强大 拥有着足以堪比 甚至是足以击败一位主宰的力量 楚封眠在神力之道 已经是修行到了第二重了 而只要是达到第三重 楚封眠身上的力量再度蜕变 也就足以达到 媲美主宰之力的层次了 本章完